是国王却不想当国王 只因我根本不懂什么帝王之术 更没有秦王扫路河的霸气 可那些奸臣却疯了似的 想要将我推举为国王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 我正拿着刚刚拆封的卫生纸 关上的屏幕内的小姐姐 可面前的屏幕却出现一行小子 如果能回到古代 你最想回到那个时代 被打扰的我直接开喷 用最精简的文字 表达了我内心的愤怒 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周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 我不仅穿越成了废物四皇子 还被一群奸臣推举成了新皇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后半生 就要完蛋的时候 耳边却响起一道声音 王国奔线系统激活成功 您可以叫我大奔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神特们的大奔 还有王国奔线是什么鬼 手环再次传出一道声音 只要您让前朝覆灭 就可以回到现实 而我奇怪的反应 也让一旁侍奉我的女人 感到十分疑惑 这个废物是怎么回事 以前她只要一见到我就会露出猥琐的笑容 可今天却盯着一个手环发呆 我突然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女人 可紧接着面前就出现一行行小子 居然是这个女人的所有信息 而且她还是奸臣派来监视我的内贱 赵叔瞬间瞪大了双眼 因为在刚刚的那一瞬间 她居然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 而我同样打亮着面前的这个漂亮小姐姐 从山峰一路看到沟曲 这时一道令人不快的声音将我打断 陛下您似乎有什么心事 闻声我这才注意到 下面居然还有两个家伙 他们的信息也出现在我的面前 李天元前朝右丞相 赵卓前朝左丞相 一时间我只感觉后背被冷汗尽失 因为这两个家伙就是推举我为新皇的奸臣 这时赵卓突然开口 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 面对他的挑衅 我只是平静地回答到他 我巴不得坐不稳龙椅 早日亡国呢 赵卓又再次阴阳到我 先帝的遗诏可是让在外面领兵的太子屠苏几位 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 他虽然不会推开棺材盖杀了咱们 但是那屠苏就不好说了 说着他大步走到我的面前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玉玺 只要陛下下达一道圣诀 让屠苏下去赔先皇 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只要杀了太子 那我就不用担心自己坐不稳皇位 可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被他们像傀儡一般操控 那种没有小姐姐被人操控的日子 我是一天都不想过 看着他手中那闪闪发光的玉玺 我直接一把夺了过来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 也都没听进去 来呀来呀 你现在就干掉吧 穿越成了傀儡皇帝 还被两大奸臣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我却直接掀了桌子 一把夺走了属于我的传国玉玺 现在我才是皇帝 玉玺今后由我保管 杀谁不杀谁也由我说了算 此言一出瞬间将赵书迷成了小迷妹 殿下原来是这么硬气的小哥哥 那句谁赞成谁反对 简直不要太帅 原来殿下先前种种废物的行为 都只是演技吗 而我将玉玺毫无防备 放在脑袋上的行为 更是吓得赵卓六神无主 你小子还没登机就嚣张了事吧 我有本事扶你上去 就有本事弄死你 听着他的威胁我却笑得更烦 来呀来呀 你快来弄死我呀 就在赵卓忍不住上来 准备弄死我的时候 赵书却从后面抓住赵卓 让他冷静一点 这时李天元站出来打起了原厂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 还是先冷静下来如何 他平静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 突然露出一抹笑容 那就看看这样 你是不是还能沉得住气 于是我抓起玉玺扔了出去 哐当一声 大殿顿时变得压去无声 可我却只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手滑了 要知道传国玉玺 象征大前的气韵与权威 而且他还是帝王号令群臣 权遇天下的信物 可就是这样的宝贝 却被我摔成了碎片 摔坏玉玺可是死罪 挑衅到这个程度 就不信你们忍得了 这下你们是不是要立马弄死我 让我完成灭国任务 赵卓一脸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 你明你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可就在他马上发飙的时候 李天元突然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陛下说笑了 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更何况是一个玉玺 摔坏就摔坏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说完李天元就直接赵卓离开了大殿 见状我连忙朝他们大喊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们真的不弄死我吗 可他们却质落网纹走出了大殿 回到书房后 赵卓当即表示一定要杀了徒业 接着又开始指着李天元骂道 你这个没骨气的 居然还叫那小子陛下 李天元怒斥他糊涂 现在太子徒苏在外 如果先帝在帝都死得不明不白 你猜我俩身为先帝生前的权臣 会不会是徒苏第一个讨伐问罪的对象 徒业摔碎玉玺 让我们手上少了一件对付徒苏的筹码 我们如今能仰仗的只能是即将登基的他 所以说 难道你想说徒业是故意不让我杀徒苏才破坏玉玺 李天元回答他没错 徒苏原本是徒业的绊脚石 但徒业登基已成定局 他反而重新思考和徒苏的关系 手握重兵的徒苏之外 能令你我在朝堂之上行事有所顾忌 无法过于架空徒业 如果我们逼迫徒业过神 他就会放任徒苏入京 与我们屡死往后 徒业甚至会利用三方关系来驾驭 赵卓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是说那小子有脑子算计到这一步 你知道天子犯法和庶民同罪这句话出自哪 是出自百年前 钱国丞相卫行律大人之口 当年卫大人受钱王重用推行行政 权势滔天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其因为失去了钱王的信任而遭到车裂之行 而现在徒业说出了同样的话 表面上是说他的问题 可实际上就是敲打你我 赵卓却仍就是一脸愤怒 我可不管那些 我一定要杀了那小子 这次李天元没有再发表言论 之前拥立涂液是因为他在先帝众多子嗣中最好控制 不过如今看来 这家伙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无能 先帝啊 您的子嗣真是有趣 另一边 回到寝殿后我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可这样的日子却不是我想要的 吃的不好吃 玩的不好玩 还要批阅奏折 关键是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没有手机电脑的我简直快要疯 就在这时 我的身边多出了一道人影 只见赵叔就那么毫无防备地站在我的面前 顿时他露出一脸娇羞的模样 陛下 我要事情了 听到他的话 我愣了一下 接着我就露出一副诸葛的样子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穿成了古代的皇帝 可我却不理朝政还广纳后宫 整日与我的绝美小妾在寝殿翻云覆雨 再将阿威十八世全部尝试一遍后 我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 被刺杀然后回到现实世界 于是我扭头看向了赵叔 却注意到他头上的发展 待会儿只要激怒他 给他创造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个事基本上就办成了 于是我十分得意地 给自己满上了一杯好酒 这时 我开口喊到他的名字 你其实是赵卓派到我身边的内鬼吗 此言一出 赵叔心中咯噔一声 可明面上却还在强装淡定 陛下您说什么 姝儿听不懂 我开口让他不要担心 我并不在乎你和赵卓私下的勾当 接着我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反正 他安插你在我这 不就是为了控制监视我吗 我很享受和他玩的这场游戏 要不然这皇帝也当得太无聊了 赵叔听后遍体深海 义父处心积虑把我送到他的身边 可在他的眼里就只是一场游戏吗 如今他和我摊牌 是不是表示他已经玩腻了 那义父肯定不会放过我 我没有去管他的那点小心思 而是装出一副喝多上头的样子 趴在桌子上 小样 快来吧 机会都给你创造好了 一旁的赵叔也没有辜负到我的希望 伸手抓向了发灾 明晃晃的针头也闪过一抹寒光 接着他捏手捏脚的走到我的身边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猛的响起 王国系统升级完毕 大奔将继续为宿主服务 我听后直接傻眼 我特么都要完成任务回归了 你还升级个屁 可他却不顾我的想法自顾自的解释到吗 只要宿主可以将国力降到零以下 就算完成王国任务 目前国力为一千 以宿主目前的影响 死掉也不会影响国力变化 这也让我瞬间慌了神 这特么不是玩脱了 此时赵叔已经抓起发簪朝我次来 来不及思考 我闪身躲过了他的攻击 伸手将他握在怀中 差点差点 还好我机灵反应快 可他却不打算就此罢休 用力挣脱了我的手 再次抓紧发簪朝我次来 可不料他一个没站稳朝后倒去 就这么将所有春光引入我的眼底 看着他哭唧唧的样子 我也感到有些好笑 明明是个战武渣 还想学人家反杀 我伸手抓过了他的发簪 你太心急了 被我三言两语就勾起了杀鸡 这样可不是一个合格的见谜 可赵叔却哭得更厉害 说着竟然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睁眼 赵叔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幽闭的空间 姝儿 我交给你的任务办妥了吗 看到来人 赵叔吓得叫了起来 义父你怎么在这里 赵卓冷笑着伸手朝他抓来 这点事都办不好 留着你也没什么必要 赵叔吓得失声尖叫 却发现自己居然还在我的寝宫 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做噩梦 可他却小声问我为什么不杀他 我解释这只是一场游戏 而且我不但不会杀你 还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任由你传递信息 毕竟这样 游戏才会有趣味性啊 只是用毛笔写了一道圣旨 救下的王妃花容失色 甚至以为这是我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阴谋 可我只是单纯地不会使用毛笔写字 终于在两秒半后 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 接着回头喊到身后的赵叔 过来帮朕写一道圣旨 不等赵叔反应过来 我便已经将他推到了桌子面前 加油爱妃 正看好你 赵叔微微脸红 不知陛下要你什么圣旨 可我只是极为平静地说道 将包括图苏在内的所有图是子 全部除去图姓 脸为庶人 此话在赵叔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陛下这是要做死的 居然拿废除自家族亲的皇族身份 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我 为什么要你这样一道圣旨 原来我通过系统规则得知 只要削弱图是王族的影响力 就能扣除大量积分 还能顺便打造我残暴的昏君的形象 赵叔看着我比AK还难压的嘴紧 顿时有些汗毛树林 连忙朝我道 是奴婢于悦了 请陛下饶恕 可我并没有怪罪他 而是大方地告诉他 当然是为了增加游戏难度 这到圣旨一下 朕不但变成失去家族支持的孤家馆 还会背上冷血昏君的骂你 我让你来拟址 你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赵叔 他一定会很高兴了 这个情报就算朕送给你的礼物 这一刻 赵叔的心口通通直跳 这还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 大前皇朝影响力 国力积分减少200 画面一转来到赵卓府邸内 赵叔拟完圣旨后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 看到来人 赵卓不满地问到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赵叔表示自己有重要情报要说 涂页下旨将所有涂氏王族贬为树民 此言一出 两个老狐狸都被吓了一条 那个小子到底是发什么疯 咱们才说要从涂氏子弟中另立新军 他就颁顾这道圣旨 李天元没有理他而是询问到赵叔 此事当真 赵叔搓着手指有些不好意思的嘴 就是自己替陛下你的这道圣旨 赵卓眼中闪过一道很利的光芒 一巴掌抽在了赵叔的脸上 说是不是你泄露了我们的记忆 赵叔捂着发青的脸颊小声道 说而没有 然而赵卓根本不信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贱人肯定是看上了小白脸 现在还来给我演戏 突然一只大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赵大人 若是赵叔泄命 下指的是怎么会让你我知晓 这是涂液的离剑戟 顺带敲打你我不要忘力兴君 听到李天元的分析 赵卓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接着笑盈盈的将赵叔扶起 刚才是一副冲动了 你不会怪一副吧 赵叔回答不敢 随后赵卓又看向了李天元 看来你的计划要泡汤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发动群臣 在他第一次上朝时尽情的羞辱他 让他知道这大姐 是谁说了算 李天元还想说些什么 但很快就放弃了劝说 赵卓不是个做大事的 我也该有自己的打算了 与此同时 我看着你定好的圣主 现在只需要一个好时机斑驳 可尽管如此 距离清空国力积分 还有好大一段军 突然我猛地想起 历史上的亡国昏君 除了清姓奸臣之外 还要不理朝政 强强民女 广纳后宫什么的 知晓这点后 我也决定效仿他们 将满朝大臣家中的所有女眷收作后宫 变成了万万人之上的千古遗地 可我登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我的后宫扩大一百倍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我的灭国计划 不仅可以扣掉大量国力积分 还能给我谋一波福利 简直是一举两得 玄机我冲得太监大喊 正要见赵卓和李天远 让他们马上来御书房 一刻钟后 两人才慢悠悠地赶到御书房 看到两人我当即笑道 快做快做 就当这是自己家一样 赵卓却表现得十分不屑 骂骂咧咧地找了一个位置坐子 你现在已经登基了 明天是不是也该上朝熟悉一下 说完他心中冷笑 等你明天一上朝 我就要你好看 殊不知我根本不打算上朝 因为那种因为在我看来完全是加分响 于是我端起酒杯猛观一口 上朝这种事改日在说 反正有两位爱卿 我相信没什么事是你们解决不了 李天元听后衣服果然如此的样子 果然拒绝了上朝的请求吗 他果然没那么简单 不但猜到了赵卓想在朝堂上打压他 还搬出了信任臣子的礼物 让人无法反驳 赵卓那点粗浅的计谋 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 可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满脑子都是广纳后宫的计划 于是我白手告诉他们 朕有一件事要找你们商量 朕现在贵为皇帝 后宫却只有赵叔一人 实在有誓言面 朕决定搜罗美女 广纳后宫 听到这话 就连赵卓都被我这一操作惊得倒退了 先皇刚下葬就想着下半身那点事 这人也太不要脸了 就连一向冷静的李天元也是一脸错误 专门召见我等难道就只是为了广纳后宫 我无视了他们那副见鬼的表情继续道 这件事要尽快落实 二人都是一脸无语 赵卓率先道 陛下要搜罗天下美女我是支持的 不过仓促之间 我直接开口将她打断 确实这件事很仓促 所以我们的搜寻目标就定在地步 赵卓也被我这句话对得哑口无言 反而将希望寄托在李天元的身上 你一定要阻止这个傻薄一 但很快我又继续了 我想到一个最省吃省力的办法 咱们就从朝中大臣家中女圈里挑选吧 离开御书房后 赵卓顿时不满了 那个傻薄一步里朝政还要广大后宫 这妥妥就是昏君的节奏啊 不过那小子在皇帝位置上自己作死 倒是省掉了咱们不少力气 走在前面的李天元突然停下 回头怒斥赵卓壁族 如果你继续这样轻视陛下 等待我们的会是诸九族的下场 赵卓被他愤怒的样子吓了一跳 李天元同样意识到自己的势态 顿了顿又倒 陛下刚刚的举动 都是别有深意的高招 你刚定下在朝堂上打脸他的计划 就被他轻松破解 说明他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 可是那计划刚定下来 咱们就被诏入宫中 根本没有走漏消息的可能 所以这才是他的可怕之处 不仅如此 他除了不上朝还要广大后宫 这一系列举动看似荒淫误导 却是针对我们 互为一体的连环计 赵卓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有自信即便不上朝 也能掌控朝政 将群臣加女眷收入后宫 他就可以通过联姻方式 直接拉拢大臣 挖我们在朝堂上的墙角 此言一出 赵卓瞬间慌了神 李天元突然笑了起来 让他不必担心 陛下传承图是血脉 这本就是理所当然 咱们做臣子的 自然要好好满足他了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下令让把整个京城的美人 纳入我的后宫 我荒唐的举动 瞬间引起了一众大臣的不满 可迫于我手中绝对的权利 他们还是选择了遵从我的意愿 自那之后又过了几天 李天元朝我汇报之前 将所有图示都将点为庶女 唯有前太子图苏英 驻军在外所以还未实行 我抬手叫停了他接下来的话 我不想听这些 接着我一脸色咪咪的看向了他 我之前让你给阵挑选的后宫怎么样了 李天元赶忙解释道 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并未找到陛下规定的人数 说着他朝后拍了拍手 吩咐到手下将人带过来 不多时 一群绝色天仙的美人 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到他们后 我不争气的留下了两桶哈拉子 这难道就是天堂吗 就在我沉迷之际 他们突然齐声朝我喊道参见陛下 我一把搭上李天元的肩膀 询问他这里的姑娘们 有没有那种带绝活的 李天元面色微微一僵 微臣不知陛下所谓绝活的含义 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 这小子难道听不懂男人之间的暗语吗 李天元心中打鼓 难道是我的计策出了什么问题 原来这其中有两位女子叫为特殊 在十多年前 大前的两大豪们因触怒先皇被满门抄斩 而他们唯一的后代 却被李天元偷偷走向 这十多年来 李天元从未跟任何人提起他们的身体 还将全部的心血倾囊向受 就在前来皇宫的前一天 李天元召见了二人 并将诛灭他们满门的仇人 图千军死亡的消息告知 虽然你们没能亲手报仇 但那老东西还有一个子嗣徒业 我可以给你们铲除他的机会 不过他的心机深沉 而且还荒淫暴念 你们怕吗 二人听候当即立誓 只要能让我等亲手报仇 我等万死不辞 想到这里 李天元才终于放下心来 就在这时 突然大叫一声 这两个小姐姐非同寻常啊 李天元心中咯噔一跳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这就发现了 而他们的信息也暴露在我的面前 诸葛沙 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 犯逃珠 同样是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 看到这里 我突然扭头看向了李天元 暗暗夸他干得漂亮 我就需要这种特殊人才 于是我大步走到他们的面前 报上你们的名字 两人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奴婢阿珠 奴婢阿珊 听到他们的介绍 我摸着下巴凑到阿珊的面前 你似乎有点紧张 这也让李天元心瞬间沉至谷底 阿珊性格内向 在涂液的气势下说不定会暴露 我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不要害怕 朕可是很平易近人的 接着我便开心地在他的脸上来回容忍 可他的表情却变得愈加扭曲 系统突然弹出紧急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诸葛沙的隐藏属性 我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接着就听到一声摔倒的声音 我就只是想上演一出宠庆的戏码 没想到诸葛沙这么不尽宠啊 这下李天元一定会担心暴露将他给换倒 果不其然 李天元突然跪倒 微臣失察 选人不当 让此女在陛下面前有失礼 微臣罪该万死 微臣这就将此女 我伸手将她拦下 接着将诸葛沙一把抱在怀中 我就喜欢这样害羞的女子 爱卿果然懂我 闻言李天元擦去了额头的冷汗 谢陛下 为了演得更真实一点 我直接开口道 今晚就有阿沙士气 突然我注意到一旁充满杀意的眼神 可我却将她的眼神误会成了不满 难不成阿珠小姐姐也想一起士气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喊来了两位绝色天仙的小姐姐和我士气 可就在当他们做好准备现身的时候 我却并没做那些猥琐下流之事 虽然他们很漂亮也很可爱 但他们却是派来除掉我的温度 不过既然是李天元送来的人 那他们肯定有超乎常人之处 可系统只显示基本资料和能力指数 其他的则是一概不知 迟迟没等到我恋爱的阿珠此时也感到无比 这个昏君为什么还不来 明明我们都做好了现身的准备 甚至受到各种凌辱 最终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可是现在 想象中的场景却并没有出现 比起被那样对待 什么也不做的涂叶看起来更可怕 阿珠突然想起李天元之前叮嘱过的话 涂叶此人心机深沉 尽管他十分好色 但却很难被美色灭 更何况赵卓已抢先将赵叔送给他 他既是你们盟友 更是你们竞争对手 你们要取得涂叶性 必须要在色相之外 展现出对他额外的价值 相信你们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额外的价值吗 就在他们还在思索怎么办的时候 我突然开口询问到他们 你们有什么才艺特长之类的吗 文言二人心中一沉 果然来了吗 阿珊掰着手指数了起来 奴婢擅长占补 关心 策字 风水 炼丹之类的 听到这里 我嘴角勾起一次笑容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他接着又补充到 奴婢还擅长防中树 地旁的阿珠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道你是认真的吗 我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了阿珠 你的特长又是什么呢 阿珠身子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有些不知如何开口 自己出生假伤之家 自幼跟随祖父出入各种生意场所 耳濡目染下 自己不仅擅长计算财火 也擅长计算人心 但祖父的遭遇让我明白 同时拥有这两项技能 很容易遭上位者胎记 复仇的前提是保全自己 要在展现价值的同时 把自己包装成人畜无害的形象 想通这点 他露出一个傻白甜的专属效能 奴婢没有任何特长 不过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家中传下的万贯家财 我特么直接握槽 他的形象也在我的心中变得无比高大 这就是超能力的力量了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向起来 该怎么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帮助我覆灭这个国家呢 很快我便有了决断 郑贵为一国之君 怎么会看得上阿珠小姐姐的家财呢 相反 阿珠小姐姐可否愿意替朕掌管过我 阿珠瞬间露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 而我则是对自己的决定暗自顿 阿珠出生商人世家 相比不动声色的掏空国库 也一定轻而易举 至于出生方土世家的诸葛沙 刚好可以效仿历史上徐服炼丹 于是我告诉阿珠 你今后作为朕的国师 掌管太医院 负责为朕炼丹延寿 这样的安排 不就是一个亡国之君该有的标配 可很快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脸认真地看向了还在努力的阿珠 以后见证的时候必须穿着道袍 这样的恶趣味让阿珠感到十分不适 然而这样的思路 却让我打开了新的大门 以后必须给我的后宫 全部安排一套新的装队 什么兽儿娘 你不装统统安排啥 明明掌握无上权力的朝中权臣 却非要想着掠夺皇位 还要伪造圣旨下令赐死太子屠宿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夺得那处不可及的皇权 伪造好圣旨后 赵卓也变得无比兴奋 只要除掉了图苏 图业外无援君 那天下还不是任我拿捏 想到此 他高声喊道护卫 不多时 一道脚步在屋外响起 只见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 跪倒在他的面前 赵卓拿出了准备好的盒子 我要你立刻动身前往北军 将这道圣旨交给镇北军统领图苏 你要亲眼看到图苏自吻 再把他的脑袋带回来 我要给陛下送一份贺礼 而在赵府的屋檐之上 男人将刚刚听到的一切 全部记录了下来 并将这份无比重要的情报 传递了出去 与此同时 某处密林之内 一只数十人的骑兵小队 正骑着骏马朝北军团去 可他们的行踪却早已暴露 为首的蒙面女人 已经收到了男性 可就在他下令 准备动手的那一刻 自己却因为脚下打滑 整个人瞬间失去重心 随后就听到女人一声尖叫 鹏的一声 吊在了茂密潮草丛里 看着掉下去的手里的萧 两人却是习以为常 肖不满的声音猛地响起 废物东西 动手 正在行军的赵姓 也预感到了不妙 随即下意识看向了操作 再看到突然多出的麻省 赵姓连忙呼喊不下 赶紧停下 可身后的士兵 却没那么好运 快马也因为跑得太快 被那根麻绳绊倒 就当他们准备起身的时候 背后却炸开了一道火光 只见数十道黑色身影 从空中出现 他们将手中 早就准备的暗器挥洒一空 赵姓挥剑当下了全部的攻击 而在他的面前 则是两道持刀的黑衣男子 赵姓顿时怒道 区区逆贼 竟敢拦截圣旨 仅仅只用了一刀 就斩杀了面前拦路的二人 突然一道阴体响起 只见高高的圆月上 竟然树立着一道人影 可还不等赵姓反应过来 锋利的匕首便已经出现在他的脖子上 赵姓顿时知晓了他们的身份 然而冰冷的刀风 却不给他说出的机会 一道黑影跪倒在萧的面前 将刚刚缴获的圣旨拿了出来 女人摘下了斗帽 果然 那个昏君下旨让屠苏太子住 男人听后显得有些迟疑 既然是陛下的圣旨 我们今晚的行动是不是有些愉悦 突然 一颗石子划过了他的侧里 你难道忘记我们昆卫的出心吗 有光便有影 为钱能升昆 我们昆卫行于黑暗之中 便是为守护先皇 前元帝 我们可以行尸阴狠 手断血腥 但不要忘了 我们效忠的对象 是先皇 先皇生前立屠苏为太子 如今先皇已逝 我们理应遵循医院辅佐屠苏 如今屠叶不但篡夺皇位 还要暗害太子 可还没等男人从萧首领撕碎圣旨的举动中回过神来 就又听到他说 当朝天子才是我们要铲除的对象 说完 萧又交代男人将这里处理干净 太子屠苏远在北京 往返帝京哪怕马不停蹄 亦需要四天 四天之内 屠叶暂时发现不了圣旨异常 在此之前 我要亲手将其斩杀 与此同时 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又是那个美女在想我了吗 五天之后 赵卓却迟迟收不到赵姓的回音 突然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赵大人 你在等什么 赵卓心虚地表示没有 接着又反问他来做什么 李天元笑着告诉他 自己此行事来报信的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赵卓不由地感到疑惑 能有什么坏消息 李天元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 当然是你伪造圣旨杀屠苏的计划失败 赵卓瞬间瞪大了双眼 恼羞成怒地抓起了李天元的衣领 李天元打开了他的手臂 咱们立场一致 你没必要骗我 赵姓早在五天前就在成交被截杀 下手的正是昆卫首领萧 赵卓心里一阵抽搐 他怎么还 李天元将他打断 还是先听听好消息吧 萧虽然杀了赵姓 却误以为那道圣旨是涂液所下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涂液 明明是一手遮天的干潮宰相 却被一道消息吓得惊慌失措 只因这道消息很可能要了他的小命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质问李天元为什么会知道这等绝密消息 李天元十分不屑 赵大人无需知道具体原因 不过你的运气不错 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我们可以借助此事 打破陛下加持在屠苏与你我之间的指口 今天陛下在前缘殿大堡后宫一宴 人多眼杂 如果萧要对陛下动手 今夜会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我稍微运作了一下 让今夜的进军守卫格外松懈 现在以萧为首的前卫代表了屠苏 所以刺杀无论成功与否 屠苏都会背上是军的恶名 失去了大义名分的他 哪怕手握军队也不再可怕 听完他的计谋 赵卓眼神一亮 这招一时二年了 不仅除掉了屠苏 也让屠苏背上了骂笔 可李天元却让他不要得意 最后的结果还不得而知 赵卓一脸错误 这么十拿九稳的计谋又怎么会失败 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的朝门外走去 走出门外 李天元却是一脸忧愁 这个计划 我唯一算不准的 就是陛下呀 按理说 阿珠与阿沙对徒是恨之路 今夜在前缘殿上 他们自会刺激而动 趁乱对陛下下手 可是他们虽然聪慧机母 但论心机 真的会是陛下的对手 与此同时 我心心念念的cosplay 也终于成功举办 只见一个个倾薄倾城的小姐姐 穿戴起了各种奇装衣服 而他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 今晚得到我的宠爱 与此同时 一道悦耳的铃声响起 一个身穿紫色西域服装的小姐姐 踏入了这场派对之中 而她正是昆卫的首领肖 但很快 她就感受到无数道杀意凌冽的目光 明明只是一群普通人 为何他们的眼神会如此恐怖 而在他们的口中 肖也成为了那个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的小浪人 很快就有人上来提醒到她 虽然你的装扮很有想法 但想要和我们抢陛下 你还嫩了点 就在肖受不了屈辱就要动手的时候 大殿外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陛下驾到 只见我在阿珠和阿莎的拥护下走不出来 刚一出场 我就对在场的爱妃们 发射了一道充满爱意的飞温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响了起来 直接扣除了200国力积分 而我的那些妃子 却是疯了式地朝我过来 可我脸上表情却没有半点变化 而是对突然扣去的积分感到意外 突然 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小姐姐 没想到是专门赶来刺杀我的刺客 注意到我的目光 萧也感觉不可思议 随后他从腰间摸出了一柄短刃 不顾面前的女人就朝我杀来 是大前王朝最强的昆卫首领萧 如今打扮成了花枝招展的小姐姐来到我的舞会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刺杀 我有些错愕地看着突然抱起的女人 此时萧已经手持匕首冲到了我的面前 可身后的阿莎却还以为这是我提前排练的节目 齐声大喊到大胆 竟然在敢陛下面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原来就在五天前 我告诉他们自己要举办Coffway舞会 台下的女孩不解的问我 为什么是考试普雷 我直接掏出了一件学生装 所谓的考试普雷就是角色扮演 爱妃们穿上喜欢的衣服来和正开开心心的做游戏 虽然当时的他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现在他们瞬间领悟了这场舞会的意义 就是通过角色扮演的趣味性让人感到刺激的感觉 在他们的眼中 萧所谓的刺杀是对我狂热的爱意 其他妃子也瞬间醒悟过来 这家伙竟然想通过这种手段独醒陛下 不过既然已被我识破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接着就看到那个先一步醒悟过来 小姐姐从了上去 萧瞬间收起短刃 双手抓住她的胳膊 一套流利的过肩摔将女人制服 这也让萧感到十分疑惑 思索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明明没有半点修为 却敢对她出手 但很快 她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凉义 只见一个个小姐姐宛如丧失一般 前仆后继地朝她扑来 原来她们都以为 萧是为了和她们争夺我的宠爱 看着被人群越推越远的萧 我也不禁感到无语 此时萧的心中也翻起了滔天巨浪 为什么这昏君会被这些妃子如此爱戴 难道她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不过她也不再仁慈手轮 伸手抓起了那柄短刃 这是你们自找的 看到这一幕我瞬间慌了神 那可恶是保证我扮演昏君 完成败国任务的重要人力资源 于是我赶忙出手阻拦道 放过那些女孩 萧有些疑惑地看向了我 她不明白我不趁乱逃跑 还反过来阻止自己 殊不知我这一举动 更是让后宫的妃子 更加对我死心塌地 虽然就下了那些妃子 但我现在不能被那个家伙杀死 不然灭国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于是我开口朝她道 正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她冷声让我闭嘴 只会说嘴的家伙 但我又继续道 我可以善未给屠苏作为交换 毕竟 以刺杀阵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屠苏登基吗 萧 文言萧的心中大惊 她居然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 难道这是一个圈套 毕竟千难万贤 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 现在我却主动将王位拱手相让 这离谱的操作 直接把钱来刺杀我的刺客 打了个措手路径 冷声质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听到她的话我突然笑了起来 做出一副洒脱的样子 朕摊牌了 不装了 朕的目的 其实是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婚居 王位哪有后宫美人香 我既没治国才能 也没当皇帝的欲望 还不如让给有能力的人 伴随着我的发言结束 系统居然触发了隐藏任务 陈桥再临 无业原本世界的历史 中太祖赵匡应原本是后 周朝守卧重兵的大将 后在陈桥一发动兵变 逼迫周公帝柴宗训上尉 史称 陈桥兵变 守房话外应 陈桥再临触发条件 岂有守卧重兵的 将领率军在外二宿主 受到威胁逼迫向将领上尉 如上尉成功示威事件完成 将扣除宿主一千国力积分 听到这里 我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我的骚操作 直接触发了灭国世界 当真是天助我也 萧一脸警惕地看向了我 难道这世上 真有不迷恋权威的人 这一定是他的稳计 不然他冷声道 我不管你是真的这么想 还是想拖延世界 只要我杀了你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的话让我头皮发麻 这小妞怎么满脑子 想着干掉我 于是我再次开口 现在杀掉我 只会让图苏 背上是君的骂名 哪怕上当皇帝 也名不正言不顺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着想 听完我的答案 萧也陷入了沉默 他忽然想起 先皇曾交代他的话 朕建立前朝 平息了北方战乱 你说朕算得上好皇帝吗 陛下文韬武略 杀法果断 算得上千古明君 可惜朕那套手段 只适合乱世打天下 接下来的前朝 也许不需要 朕这样的皇帝了 萧大声否认 前朝永远需要 像陛下这样的帝王 先皇突然笑了起来 朕自知时日己无多 不过这对前朝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姓事 朕只希望继任者 哪怕资质并不如朕 甚至怠惰荒唐 但只要能宽容无争 不急功近利 回想起先帝临终之言 萧曾以为先帝所说的 继任者乃是屠苏陛下 可现在怠惰荒唐 宽容无争 这个屠叶身上的特质 倒很符合先帝那时的形容 但很快 他又否定了这个答案 屠苏太子是先帝 嫡长子大前法宁继承人 我怎可被屠叶几句话 动摇心神 于是他再次爆发出 可怕的杀意 一步步朝我走来 既然你不想要这皇位 那便麻烦你去北郡 临统城一趟 与屠苏殿下当面 完成尚未交接仪式 文言我终于露出了笑容 只要完成了尚未仪式 这个国毕灭 突然一道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只见阿沙兰在我的面前 想要挟持殿下 你问过我手中的俘虏没有 明明贵为一国之君 却整日不理调正 到处寻欢作乐 可尽管这样 还有漂亮的小姐姐 愿意在我遇刺的时候 站出来保护我 这也让肖感到无比棘手 他能感觉到 面前的女人同样是个强者 果然他刚才那番尚未的说辞 是为了拖延我的谎言吗 这昏君果然擅长玩弄人心 可实际上 我对现在的情况 同样感到一脸猛逆 突然 阿珠搭上了我的肩膀 陛下放心 阿沙方术实力强大 站立估计与那名刺客五五台 有他保护陛下 刺客没有任何机会 说完这些 阿珠顿感自己刚刚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从我的脸上 看到了一副 实在必得的武器 原来就在他们被送来的前面 李天元曾问他们 知不知道接近 屠叶后的任务是什么 阿沙当即道 肯定是找机会干掉屠叶 为我们的家族复仇 李天元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你们的血仇 哪是杀掉一个屠叶可以解决 你们的最终任务 是让大前亡鬼 所以 你们目前反而要保证 屠叶好好活着 听到这个回答 两人都是一脸错误 李天元继续解释道 原本在中皇子宗 屠叶表现得最无能 我之前趁着屠叢领兵 在外拥立他登机 就是要让大前 在他手中赶巢换代 阿珠瞬间鸣雾过来 明是让我们在他身边 当乱石妖飞 诱惑他当王国之君 李天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珠你果然心思机敏 一点就透 只是你猜到的 只是我最开始的打算 可在屠叶登机后 他的举动却像变了个人似 之前的昏庸无能像是伪装 让我越发看不透了 所以你们要代替我 近距离观察 找到他的破绽 看到李天元那如临大敌的表情 阿珠一脸惊恶 这还是李大人 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 难道他是在害怕吗 亦或者是 极度的兴奋 李天元突然喊到阿珠的名字 你一向聪明 在他身边自可随机应免 而阿珊精通方数 执行力强 但心思单纯 只是有一点你要切记 绝不能让他与屠苏 站在同一阵 看到我嘴角那若有肆无的效果 阿珠更加肯定了李大人的猜测 无业的昏庸无能肯定是他的我 这次他要后宫搞这个古怪的幻装宴会 目的正是以此与昏卫接触 然后联合图苏对付李大人 可惜你的计谋早就被李大人预判 而我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般从容 而是着急的上前拉架 发觉没用的我突然大笑了起来 甚至到最后我也停止了继续阻碍 我猛的朝后看去 死死的盯着身后的阿珠 果然看到他无比心虚的看向了一旁 差点就忘记 这家伙也是李天元的人 李天元想要拿我当傀儡 所以他们肯定会阻止我尚未给托损 必须控制住阿珠的行动 才能完成陈桥再零突发事件 这次系统又再次响起 有手握重兵的将领率军在外 宿主受到威胁逼迫向将领上位 如尚未成功视为事件完成 将扣除宿主一千国力击分 听到这 我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怎么差点忘记阿珠的弱点了 于是我不动声色的来到阿珠的身后 一手将他揽入怀中 另一只手则挑起他的下巴 震身为九五至尊 怎么能让自己心爱的妃子保护自己 果不其然 我超高的手法直接让他脚写 阿珠身体一软整个人瘫软了下去 旋即我立马看向了笑 快点 趁这个机会 挟持我 我莫名其妙的话让肖感到十分疑惑 这家伙难道是脑子坏掉了 可我还在着急的朝他大喊 你TMB到底还在犹豫什么 等侍卫赶到就来不及了 这也让肖感到一丝紧迫感 见他动了起来 我也松了口气 无比配合地被他反手抓了起来 而我怀中的阿珠却直勾勾地朝地上倒去 就在他即将摔下去的时候 他居然就这么停在了办公 而他的病交属性也彻底觉醒 绝不让除了他和阿珠以外的女人抱怨 因为一旦有其他女人碰到我 他就会陷入暴走的状态 那极致的威胁也让肖感到背后一里 只见阿沙一脸杀意地看向了自己 敢和我抢男人 是擅长防中术的绝活小姐姐 也是绝对病交的冰山美人 因为一旦有人触碰了他的男人 他就会对那人发起不计后果的威杀 直至将那个目标杀死为止 那可怕的气势就连武力直拉满的肖 都感到一丝恐惧 肖用力握紧了手中的短刃 似乎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一丝安全感 只见阿沙双手快速做出几个复杂的手势 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敌顿三昧真火 下一刻一道炙热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手 此时的他宛如火神降势 似乎只要一击 就能铲除这个勾引他男人的家伙 萧心中警钟作响 我更是被吓得差点闹了哭 要是萧被干掉 陈乔在灵事件会妥妥的失本 于是我朝他大喊 快点躲开地 甚至身子也跟着扑了上去 你压得是不是傻 此时阿沙的攻击也落了下来 一道炙热的火光在刚刚的位置炸开 那火光瞬间照亮了整个黄城 可令人感到戏剧的事 我居然不小心亲上了刺客的堵了 阿猪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们方向 待到烟尘消散后 我才从刚刚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就收到系统说我任务失败的提醒 接着又告诉我 触发了擎王绕住事情 如今刺客已经被宿主制服 火力计分增加一百 我不甘心地朝天怒吼 这是什么狗屁规则 哪有任务失败还要加分的 这一幕也将身后的阿猪吓了一跳 好可怕的气场 明明两大高手都已经倒下了 可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李大人 我慢慢能理解你说起 涂叶时流露出的那种表情 在不知过了多久后 刺客肖终于醒了过来 在他睁眼的瞬间 我就笑呵呵地朝他 道你没事吧 看着他疑惑的眼神 我大笑着朝他介绍道 这里是朕的寝宫 肖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料堂 怒骂我真是个卑鄙小人 被他这么毫无理由地辱骂 我也有些疑惑 接着就看到他十分委屈地朝我 就算你得到了我的 我赶紧将他打断 你在想什么好事 要是没有朕 你已经死在了李天元的手上 原来在消晕岛之后 李天元已经带上了所有的部位 冲进了我的气候 在见到我安然无恙后 他立马下跪朝我表示歉 我大度地告诉他没事 可他却突然倒要将刺客 带走去调查一遍 我立马抬手阻止他 接着又说出一个憋卒的脸 朕看他长得不错 我要把他留下来试起 李天元有些无语地看向我 陛下 这个刺客很危险 陈担心 可我却理所当然的 朕就喜欢刺激的游戏 亦或者说 你认为朕对付不了一个 接着我又喊来了赵叔和我一起 同时遣散了其他人 虽然陈桥再临的事件失败 但刺客小姐姐还有价值 只要把他送回屠苏那里 灭国计划就还能继续 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肖背吓得失声大叫 要杀药保随你 但别贴过来 明明是个手无腹机之力的皇帝 却将直接顶级杀手制服扔到了床上 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杀手 却哭着向我求饶 只因为他将我误会 成连杀手贞洁都不放过的阴魔 此时他正奋力将我推到一边 还说让我快点杀掉他 以下圣旨赐死图苏殿下的信使 已经被我干掉 你早晚也会被图苏殿下干掉 他的话让我感到十分疑惑 我什么时候说要赐死图苏了 可他却让我不要狡辩 图苏殿下才是先帝轻点的态度 你不杀他怎么能在龙椅上高者无忧 地旁的赵叔听后了然了一切 因为这正是他义父悄悄干的好事 看到赵叔微妙的表情 我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 一定是赵卓那个傻播易伪造圣旨 不过倒是可以将错就错 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 再拉图苏一波仇恨之 于是我正脱了萧的双手 单手捂着脑袋大笑起来 我记起来了 这确实是我下的圣旨 身后的赵叔一脸意外地看向我背 接着就看到我回身 抓向了一旁锋利的场景 他手握那些重兵 应该是父王留给我的 就在赵叔思索我 为什么要将这口黑锅背上的时候 却见我一脸冰冷地看向了一旁的笑 现在想想 用一道圣旨杀他太无聊了 我决定换一种更有趣的方式陪他慢慢玩 在萧惊恐的神情中 我直接一刀朝他劈了下去 随着哐当一声响起 想象中的冰冷并没有出现在身上 接着他就发现 我居然斩断了他的锁链 你是不是疑惑我为什么不杀你 那我告诉你 你杀了我的信使 那就由你去给图苏重新赚一道圣旨 父王说图苏是天生的战神 官为历练他登基为帝 还要除去他北郡王与郑北军统领之职 还要包去他的图形 废他为庶人 你告诉他 要是不服气郑的决定的话 不妨试试起兵造反 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郑就在前经等着他 而我的心底更是暗自得意 TMD我这演技妥妥的影帝纪念 但很开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 居然触发了二间灭国事件 禁难兵货 我疑惑的在心中访问系统 这跟之前普通的灭国事件有什么区别 系统告诉我 明鉴文帝朱允文藤下令薛藩朱棣 引发朱棣起兵造反 最终燕王入京造反成功 史称靖南之役 触发靖南之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帝都北方有手握重兵的皇族藩王存在 宿主身为帝王 下旨削除皇族藩王权力 如皇族藩王由此起兵造反 视为事件第一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2000国力积分 如皇族藩王率兵攻入帝都 视为事件第二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5000国力积分 听到这里 我却突然大笑起来 不愧是二间灭国事件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 我的国力积分绝对会瞬间变成附属 看着我忍不住狂笑的样子 萧更加确定我肯定有什么大名 但很快他又重新变得坚定 这样也好 图苏殿下至少还有夺回江山的机会 明明是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刺客 所以我却毫发无伤地将他放走 甚至大方地表示 可以随时过来拿走我的脑袋 只因我觉醒了王国系统 只要被杀就能触发王国条件 看着我那无比狂妄的样子 笑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砍下我的脑袋 一旁的赵叔却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我居然放走了行刺自己的刺客 甚至还故意激怒图苏 就在我将刺客消送走后 我又开始快速思考起来 虽说这个计划大概率会成功 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我还需要依靠奸臣的帮助 于是我将目光锁定在赵叔的身上 差点就忘记赵卓那个家伙 赵卓之前不是一直催我上槽 这个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于是我开口喊到赵叔的名字 朕最近对阿珠和阿沙关注比较多 冷落了你对不住了 赵叔害怕的跪倒在我的面前 赶紧回答不敢 我安抚让他不要紧张 朕之前不是说过 你可以把朕的所有情况告诉赵卓吗 这次也麻烦你给他传一个消息 告诉他我最近要上朝听证了 让他做好准备 赵叔听后连夜将这个消息告知给赵卓 第二天日上八干 所有的臣子均已到齐 随着一道脚步声在殿内响起 臣子纷纷朝内人恭敬的行礼道 赵大人好 赵卓宛如皇帝一般 享受着他们的嗜好 但很快 他就注意到了异常 只因李天元的那个位置居然是空的 另一位臣子来到他的身后提醒他 李大人身体不适 所以没来 赵卓知道他就是不想来而已 虽然感到气愤 但终究还是不在意的白手了 既然李大人身体不舒服 少了他也无所谓 说着他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等我收拾完屠叶那小 回头再找他算账 这时太监的声音响起 陛下驾到 赵卓有些不悦的朝殿外看去 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然而来的人根本不止我一人 只见赵书紧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过来 这也让朝内群臣议论纷纷 哪有皇帝上朝还带着嫔妃的 可我却笑着扫过了众人 才一个你们就受不了了 众臣有些疑惑的抬头朝我盼来 接着就看到让他们此生难忘的场景 我居然将365个后宫全部带了过来 当上皇帝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我356个后宫全部带上朝堂 殿内群臣也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 纷纷到位起先帝亡魂 可我的那些后宫却不管这些 好奇地在朝堂上走来走去 看到这一幕我大笑着拍手掉好 甚至无比嚣张的朝他们倒 朕只是想让仲爱妃体会一下上朝的感觉 仲爱卿应该没意见吧 还想看我出手的赵卓也瞬间傻眼 这小子到底想到什么 忽然一位大臣的声音打断了众人 因为那发现自己不久前送进后宫的数女也不气 难不成这是陛下故意带他们上殿 以此来羞辱我们 赵卓直接开喷 陛下 带后宫上朝不和离 不知陛下这样做有何用意 可他的话却无法让我有半点修饰感 朕贵为皇帝 朕说的话就是圣旨 朕做的事就是天意 你算了什么东西又怎么打评价朕 我嚣张的话让赵卓变得哑口无言 我居高临下地看向了赵卓 只要我够无耻 够没有底线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奈何我 接着我回头看向了一旁的太监 还不快去给朕的爱妃看 很快 太监找来了一个个蒲团 放在我的皇位旁边 我指挥着一众爱妃坐到了我的旁边 大家就先凑合凑合 而我的这个行为 直接触发了系统 扣除了我五百点活力计分 顿时我露出一个无比兴奋的笑容 看来只要失去帝王的威仪 就能扣分了 台下的众臣再看到我的表现 也感到无比头痛 这家伙就是个无能的昏君啊 赵卓面色阴沉地 看着坐在龙椅上的 等下就要让你好看 全部落座后 我俯视着那些对我不满的家伙 朕第一次上朝 你们有什么想要起奏的吗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臣都变得忍惧不惊 好戏要来了 接着就看到赵卓一步迈出 臣有要事要禀报 最近有人在极东海岛上发现了祥瑞 献给了威臣 文言我也有些兴奋 问他是什么祥瑞 只见赵卓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用十分夸张的样子介绍道 当然是灵兽苍龙 威臣心想这象征着我大前将性 所以想趁今天把祥瑞献给陛下 可我听到后却变得无比失望 我才不想要什么狗屁大戏 赵卓同样注意到我那失望的眼睛 心中不由咯噔一声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接下来的不准 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刚刚的进行 高兴道 陛下先看看这祥瑞灵兽如何 接着他朝身后拍了拍水 明明一心只想当个昏君 可我的臣子却觉得我有一统天下的野心 为了打压我在群臣心中的形象 赵卓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 乃是代表着黄昭虎的祥瑞灵兽 就在我好奇他会带来什么的时候 却看到两个侍卫带着一只巨大的蜥蜴来到了大殿 看到那所谓灵兽的真正样貌后 大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更是直接一口口水喷了出来 神特么的灵兽苍龙 这玩意就是一个普通的巨大蜥蜴吗 可赵卓却以为我是震惊地说不出话 于是无比自豪地指向了巨蜥 陛下请看 这灵兽苍龙是多么霸气 而他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 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应对 此时系统再次响起 提醒我发现了新的灭国世界 指鹿为马 在原本的故事中 赵高用这招将黄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现如今我又碰上了类似的家伙 赵卓呀赵卓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终于又到了我的表演时间了吗 突然巨蜥嘶吼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还对着我疯狂呲哑 侍卫连忙加大了手中的力气 仲臣也在这时议论起来 等着看我的好戏 可我却摸着脑袋朝赵卓笑道 我看着这玩意根本不是什么祥瑞苍龙 听到我的话 赵卓更是冷笑不止 于是做出一副十分苦恼的样子 看来陛下不认可我带来的苍龙 那一众位大臣 你们说说 他到底是不是苍龙 文言立马有大臣站了出来 无比肯定地表示这就是苍龙 更有圣者直接拿出了古迹 表明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随后众臣朝我恭喜道 陛下有福 真的是祥瑞苍龙 听到他们的声音 照这样下去 我就能完成王国任务 可就在这时 却突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了质疑 这玩意长得那么重 怎么可能是祥瑞 我一脸愤怒地看向了声音的来源 谁特么敢帮我说话 结果发现那个被刺我的家伙 居然是我带过来的后宫 失算失算 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这么力挺我 但很快我就想到一个不救的办法 于是我将希望寄托在赵叔身上 爱飞 你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 赵叔一脸错愕地指了指自己 我无比认真地看着他点头了 我想听你说 这下面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祥瑞苍龙 荡语原本是赵卓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 身为皇帝的我却没有选择揭法 反而将我的第一手情报全部告知给他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的灭国计划完美实行 我冷笑一声看向了赵叔 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可赵叔却是一脸猛逼地僵在原地 陛下明知我是义父的内依 却一直将我放在身边 现在还要我在这里表态 难道他是想让我在他和义父之间做出选择 甜蜜的回忆出现在他的脑海 赵叔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选择 随后他突然站起 冰冷地看向了台下的赵子 可赵卓却只是自信一笑 聆听着赵叔接下来的话语 然而赵叔却是十分肯定的若识 这么丑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灵兽苍蝉 在赵卓还在猛逼的时候 赵叔突然怒斥道 赵大人 你这怕不是在护弄皇上 这可是欺君之罪 赵卓瞬间变得无比猙獰 那句你居然敢背叛我的话 却死活说不出口 而我此时也感到无比痛心 你居然没背叛我 可我这副吃了屎的样子 却让赵叔以为是我不够满意 于是他索性大逼一回 朝我的妃子们高声道 姐妹们 我说的对不对 结果就看到我的妃子们 个个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名 指责其赵卓的对性 听到那一句句诸九族的话 赵卓的心瞬间凉了大半 求助似的看向了身后的夏大人 希望他可以帮帮自己 夏大人顿觉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如起袖子就走了上去 放肆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 但对赵大人无理 可台上的女人却比他的嗓门更大 你才放肆 这天下是陛下的还是赵卓的 当初你不看好刚登基的陛下 还把我当作炮灰送进宫中 在那一刻我和你早就恩断一举 夏大人被他的话气得怒激光心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一旁的大臣赶紧呼喊起太医 夏大人快归系了 可台上的妃子却是相视一笑 纷纷将自己父亲和家主干的破事 全部说了出来 随着他们将所有罪证列举出来 那些还等着看我好戏的大臣 瞬间变得压去无声 赵卓此时也意识到了一件事 李天元说的没错 这小子果然不是好惹 忽然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 一股无比可怕的压力 而我拔刀的动力 更是吓得他后背发凉 忽然我一步走到他的身前 那一刻 赵卓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的神龙 对着他拔出了梦 可在长剑落下的那一刻 被斩掉的却不是他的脑袋 而是他那所谓的祥瑞仓楼 我走过他的身边提醒到他 为了这么一个怪物 伤我君臣何解 实在是不知道 管他是不是祥瑞 朕都一见斩之 今天朝会上的事 朕就当完全没发生过 不知赵大人 腓下如何 赵卓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声音颤抖地说道 陛下 说得对 回到御书房后 我收到了成功破坏赵卓计谋的提示 不仅我皇权得到了补补 就连国力积分又再次增加了两千 赵叔看到我那副样子 也不由得赶到后背发痒 明明已经震慑了群尘 为什么还是那副不高兴的样子 于是他小心地朝我道 舒儿在朝会上的表现 您还满意 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愣了一下 随后强行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还行吧 要是更准确领悟我的意思就更好了 赵叔心中咯噔一下 果然我之前没主动领会陛下的精神 还需要靠着陛下开口提醒才站出来 让陛下对我失望了 于是他心中暗自发誓 下次一定会积极跟上我的节奏 而我并不知他脑子想的东西 而是思考起新的灭国点 希望李天元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于是我再次喊到赵叔 再替朕你一道圣旨 朕要升李天元为太宰之职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把我最讨厌的奸臣封为太宰 此举也让赵叔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不就是将自己帝皇的权力 全部交出去的作死之举吗 而且还是在赵卓刚刚失利的时候 难不成 陛下是想对赵卓和李天元动手 所以才用这道旨意分化他们吗 不等他想明白我这么做的含义 我已经将玉玺盖了上去 也就是这时 系统再次想起 原来是因为我之前的操作 太子图苏已经决定起兵造反 而我的国力积分也因此减少了两千 我顿时露出了无比疯狂的笑容 这下朝堂上加的愤怒就被扣没了 真不愧是我 自此半个月后 我突然收到了一道急报 镇北军大败前金龙香味 缴获资重无数 在缴获大量军粮后 王将军无比兴奋地朝身后的军队大喊 不用担心军粮的问题了 随后他乘起骏马来到了图苏的面前 陛下 我军南下十余天 之前一路未遭遇任何秦王军队 进军颇为顺利 但当才与龙香味那一战 我军胜得过于蹊跷 未将怀疑其中有诈 图苏反问他怎么蹊跷 龙香味职责是守卫前金 日常指挥权在李天元手中 其战力虽比不上镇北军 但也堪称金锐 可是刚当他们尚未与我军交战 就丢下两桃子众逃走 明显就是故意败给我们 图苏称赞到他分析的不错 肖镇时也站出表示 那个徒叶阴险卑鄙 这一定是他的阴谋 图苏听后却笑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 我那个弟弟的心思 我还不了解吗 原来在十年前的某天 先皇提问图苏 友朋自远往来的下一句是什么 可图苏左思右想 十分自信地回答道 友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胡千军一拳砸在了他的脑子上 身为太子 脑子却一点用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大钱交给你 可图苏却变得更加自信 而臣的脑袋可好使了 昨天刚用头锤 击败了好几个龙香军呢 生气的图千军 直接惩罚他不准吃饭 还让他把今天复习的功课 抄写一本遍 就这样一直从清晨到傍晚 图苏都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 忽然一块石头 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他回头看向了窗口处的少年 真搞不懂 你明明是太子 怎么活得比我这个窝囊废王子还累 所以我很羡慕你啊 父王对我期待很高 他要我当一个流芳千古的名剧 所以才 图叶将他打断 不能花天酒地享受人生 这皇帝不当野霸 图苏却摇头表示不行 因为自己姓图 身为图是敌长子 身为前国太子 我根本就没得选 图叶有些无语地 看着面前的这个哥哥 当即做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决定 我以后会抢走你的皇位 还要废去你的徒刑 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刚刚登上皇位三分半钟 远在边疆的皇太子便起兵造反 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却无动于衷 甚至为我那个傻哥哥感到无比自豪 原来图苏在接到 我将他图信废除的圣旨 他便立马下令举兵杀进前进 而他身后的士兵 更是发出了响彻天地的吼声 与此同时 在我的寝宫外 赵叔面无表情地拒绝了 李天元想要面见我的请求 可李天元却并不打算放弃 而是无比严肃地朝赵叔道 如今郑北军距离前进只有八百 我必须告知陛下 赵叔微微一笑 此事陛下已经知晓 不过他相信李大人一定可以处理好此事 毕竟军权在您的手中 而且您还是太在 应当为陛下分忧 听完这话 李天元陷入了沉默 陛下这是要我背锅呀 于是他立马换上一副担忧的样子 徒苏号称战神 郑北军又是大田第一精锐 赵叔直接将他打断 难道陛下不知道郑北军的强悍吗 所以陛下说了 你无需上阵 只需在后方运筹帷幄 只需展现我龙湘君的英姿 哪怕不敌 也是虽败犹容 这话也让李天元感到无比震惊 只需出战 无论输赢都可以 陛下的这个操作 到底是什么目的 交代完毕后 赵叔淡定的闭上了房门 而他也不留松了口气 在那个老家伙面前演戏可真累 我期待的看着赵叔 搞定那个老赢毕了吗 赵叔十分开心的告诉我 已经圆满完成任务 不过奴婢不太明白 一旦郑北军兵临前进之下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 这种危机关头 陛下怎么放心让李大人带兵出城 还说无所谓输赢呢 我眼睛一眯笑呵呵地告诉他 当然在我 不过我要的可不是赢 如果真让他们留在前进 郑北军能不能攻破前进 还真不好说 虽然李天元那个老赢毕很阴险 但指挥作战可不是他的强项 让他带领龙湘君 到时候肯定丢盔气甲战力大体 还会因为主动出击激怒图苏 如此一来 进南兵或事件就能轻松打成 看到我那阴险的笑容 赵叔更加确定 这都是我给李天元设下的计谋 看来李大人这次要倒霉了 离开我寝宫后 李天元不断回想着我话中的声音 陛下倒想干什么呢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无比愤怒的喊声 只见赵卓一脸凶恶地跑到他的面前 怪不得那天要装病不上朝 原来早就和徒业商量好了要对付我 李天元一把将他的手打开 你发什么疯 我什么时候和他商量对付你 那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那天刚在朝堂上丢了脸 转头他就封你为太太 李天元听后只感觉赵卓就是个傻傻 这么明显的离间计 你是真的看不懂吗 可赵卓却变得更加愤怒 将李天元安插卧底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个被封为博师 一个更是执掌博库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而且 我还知道 那两个女人都是你当年收养的最成后人 你也不想徒业知道他们的身份吗 刚想发怒的李天元又平静下来 看来是我之前的一些行为让你产生了雾门 我觉得我有必要化解一下雾门 这也让赵卓意识到不妙 警惕地反问李天元想干什么 于是就在赵卓震惊的眼神中 看到李天元从袖口中拿出了一块金色虎符 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金块 却能号令百万雄狮虎符 可就是如此珍贵的东西 却被李天元轻易地交到了赵卓的手中 为了防止赵卓猜疑 李天元又再次强调了一遍 这就是可以调遣龙香军虎符 我现将此物拜托赵大人保管 请不要推辞 原来在先帝还在世之时 出于制衡相权的考虑 他把两件国之重器 分别交由二人掌管 赵卓身为左丞相执掌玉玺 负责传达圣命 统筹百官 李天元掌管虎符统玉龙香精锐 负责拱卫前金 正因如此 所以才能在先帝驾崩后 大前仍能保持现在的平静 可现在因为我的失误操作 赵卓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也让掌握军权的李天元 感到十分害怕 甚至以为我对他的这次嘉奖 和让他出兵迎战屠苏的命令 是给他找一个送死的礼物 这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迫切地想将这烫手的山芋给送出去 可面对虎符的诱惡 赵卓却待在原地无动于衷 旋即他目光凶狠地看向了李天元 连你也跟我玩音的事吗 我收到了消息 借了这块虎符 就得带龙香味去硬抗屠苏的郑北军吧 胡苏那疯子打起仗来不要命 我可打不过他 要送死你自己去送死好了 说完他一把打飞了虎符 接二连三的挑衅 也让李天元的面色阴沉下 赵大人 是不是因为刚才我态度比较温和 李天元可怕的样子 也把赵卓吓了一跳 李天元又继续道 你掌管的玉洗碎了 在百官面前失去了威仪 连赵叔都背叛了你 你的手上已经没有底牌了 赵卓不可置信地反问到他 你是在威胁我 李天元没有回答 而是走向了被他打飞的虎符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这虎符虽然拿着烫手 但却是赵大人 你现在唯一能拿到的底牌了 你刚才说我玩鹰的 其实是不对 我这是堂堂正正的杨某 你现在还是左丞相 凭借这身份加上虎符 能够调遣龙香味 所以这是我看在往日情分上 送你的最后机会 说完李天元便大步离开了这里 直到李天元抖远 赵卓才将嘴里的虎符拿出 他说的对 这已经是我最后能拿得出的底牌了 或者说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看着手中的虎符 赵卓突然癫狂的大笑起来 既然你们逼我 那就不要怪我了 那之后 赵卓带领龙香味 洗涤了前经周围所有的村庄 不管百姓如何求饶 却没有一人敢站出来反对 马车内 赵卓一脸不懈的看着车外的仰 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要不是我下令放火烧村 还不知道军梁要多久 才能征集完毕 这时 一身穿甲皱的男子 走到马车的面前 将军梁征集完毕的消息 会报给赵卓 最终他鼓起勇气朝赵卓道 我们明明要去应激叛军 可为什么要在这里洗劫征量 说到这他沉默了一瞬 随后朝马车高声大喊 你知不知道 争的这些梁可 都是我大前子民的过冬梁 这既堕了大人的名声 也不免伤了龙香味将士士气 赵卓拉开了马车 袁将军 你是在质疑本大人的决定 你刚刚说士气 可你们龙香味就算士气拉满 难道就干得过屠苏的郑北军 此话也让袁将军 拜赏说不出话来 赵卓又继续开口 本大人只不过是为了 你们的胜率做的一些谋划 只要我们避开叛军正面攻势 再在前经周边兼壁青野 断绝粮草无几 或也能拖死屠苏 可大人 您兼壁青野的对象 可都是我们大前子民啊 正因为身为大前子民 才要有为陛下牺牲的觉悟 这冰冷的话语 也让袁将军感到不可置信 这真的是我大前的丞相吗 这大前最忠心的将军 却在大战前派出信使 送给敌将投名装 他的如此低劣的手段 却让跟随他征战四方的军队 感到无比自豪 只因如今掌握兵权的家伙 竟是个连牲畜都不如的家伙 居然下令让他们涂害百姓 抢夺他们的东粮 在集齐军粮后 赵卓的心中更是无比得意 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去和图苏对战 而是想着自立为王 听到他那近乎癫狂的笑声 手下的士兵跑到 袁将军的身后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袁将军稍微沉默了一瞬 便开口道 赵大人拿着虎符 我们不得违抗他的命运 说着他小声告诉士兵他的办法 与此同时 森林的密林之内 萧正用极快的速度在林中穿梭 很快 他停在了一块树干之上 眼神凝重地看着不远处 被火光吞噬的村庄 该死的家伙 一定又是个昏君做的好事 而他旁边树皮 士兵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我奉龙香卫员统领之命 刻意在此等你 听到士兵的话 萧却没有放松警惕 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冰冷 注意到这点后 士兵赶忙解释起来 龙香卫并不想与屠苏殿下为敌 之前留下的粮食便是我们的态度 听到这话萧才终于变得柔和不少 所以那次果然是你们故意的吗 士兵愧疚地看向了不远处的火光 只可惜那些粮食 都是从这些村庄搜刮来的 萧反问是不是屠叶那个混蛋干的 士兵连忙摆手倒不是 是赵卓 现在虎伏在他的手中 廉将军无法违抗 他搜刮前京周边 兼臂轻蔑 想通过萧及避战 耗死郑北军 所以原统领暗中做了这些布置 让我留下与郑北军接应 萧听后陷入了沉默 无比淡然地回答 我知道了 接着他朝林中吹起了口哨 只见一只猫头鹰快速飞到了他的身边 我会将消息全部告知给陛下 相信陛下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士兵十分疑惑 萧为什么不亲自回去报信 萧只是告诉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说完萧快速消失在夜空 或许不久之后 我们还会见面 在那之后 一面面军旗出现在京城之外 而每一道旗帜 都代表着一处临时军营 看到里面巡视的士兵 我顿时感到无比兴奋 稳了稳了 这次是真的稳了 龙香味全被赵卓那老狗带走了 城里还能作战的兵力不足千人 我的好大哥 这还不快来把我干吧 但很快我突然愣在原地 为什么那些家伙没有选择进攻 是历史上最可怜的皇帝 刚上任还不到一天 就收到边疆郡王造反的消息 可知晓这点的我却没有任何难过 反而希望那些家伙可以造反成功 直到我看到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 心底才感到些许不对 不是说有十万镇北军吗 为什么来到人这么少 难道大哥干我这个废物 还需要分批次进攻 忽然一到人影城坐骏马走上前来 这不正是我那个举兵造反的好大哥吗 这时我用余光看了 居然有一个傻叉拉弓准备开赶 我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身边 给阵住手 不然我把你脑子打烂 我破口大骂的样子 瞬间引起了图苏的注意 此时我正凶巴巴地拽着士兵的大脸 差点我的灭国大忌就被你给毁了 这一幕也让图苏感到十分有趣 图叶 你如今如愿成为昏君了吗 同以前一样 寻欢作乐 冥完不灵 面世礼法 听到他的话我顿时有些流 都要开战了还尽夸人 我知道你将这些当作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去扮演昏君 都是为了遮掩你骨子里的善良 原本还在风中飘舞的战气 此时也变得平静 在足足过了一分钟后 我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你特么用这种令人作呕的词语 是在侮辱我吗 一时间 我只感觉受到了极大的讽定 但很快 我又想通了他的用力 孤身凌晨外加无耻吹捧 他是在对我用嘴盾之术 他不想震北军损耗 才一个人上前放嘴炮 骗我投降 好兵不血刃的夺程 直接投降可达不成禁难兵货的条件 今天不战个痛快是没法收场 于是我当即大喊 亏你号称战神 打个仗还腻腻歪歪的 搞什么振前喊话的仪式感 徒苏摇了摇脑袋 随后抽出腰间配件 吴皇啊吴皇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嘴见 不过你有一点算是说对了 只见他瞬间变得无比严肃 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 力气 号令 随着他声音落下 一众战士整齐怀疑的喊道 朱赵卓 清军策 那震耳欲聋的喊声 和那无比挺拔的身姿 在夜光的照耀下 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恭喜系统成功解决靖南兵货 并转换为城汽让贤 奖励国力积分五千 刚刚当上皇帝的第一天 远在边疆的郡王太子便举兵造反 和他要反的根本不是我 而是那个夺走兵权意图造反的奸臣赵卓 一时间 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讨厌你们 陛下 不能帮你搞垮这个国家了 我要去死一死了 灭国的重任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随着那道身影渐行渐远 我只感觉浑身气力仿佛 被抽走了一般瘫倒在地 可我还是不死心地朝城墙下的屠苏道 你称我为君 也就是承认我的地位 屠苏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当然 臣这次上京 就是来朝贺陛下登基新皇的 毕竟十年前 咱们就约定好了 原来在十年前 屠苏对着小屠叶诉说到自己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征战杀场的将军 相比之下 成为帝皇对他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王座 皇权 乃至这个姓氏都是对他的枷锁 而如今 没有束缚的他变得十分洒脱 如今你履行了当年的诺言 我也就从那枷锁中紧脱了 至此 我便是你最中心的臣子 听到他的话 我半场都没说出一段完整的话来 只能识口否认这都是无中生意 你不要冤枉我 发觉他没有理我后 我又猛地想起 刚刚那些士兵高喊的口号 所以 你真的要杀掉赵卓 听到我的疑惑 胡苏一时竟没能忍住 爽朗的笑声响彻了城楼 只见他眼中闪过一抹浓厚的杀意 当然 赵卓伪造圣旨意图谋害本人 又窃取龙襄兵符图谋不轨 陈以命属下王斩帅八万镇北军 奋兵前往讨伐赵卓 届时将以赵卓人头 为陛下登基鹤里 可当他将话说完后 却发现城楼上早已没有了我的身影 随后就看到城门处多了一个人 赵卓的命是我的 与此同时 赵卓的军营外 每个士兵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 皮鞭抽打的声音不断从场棚内传出 赵卓无比兴奋地看着男人 被吊打半天还能一声不哼 倒是条硬喊 不过私下和屠苏的人接触 该死 已被判大钱 辜负陛下的信任 可是要诸九族的 接着又是一边猛地抽在男人的后面 半个时辰后 赵卓才终于停下 突然 一士兵冲了进来 赵卓冷笑地看向了男人 这地方是你们随便进来的 随后又朝着男人说道 你的手下擅入军机要地 该不会要杀了我博营吧 男人强忍身上传来的撕裂感 随后大喊一声 这里没你的事 滚 元虎还想解释什么 男人又怒道 身为龙香郡 见虎符如见陛下 你真想造反不成 元虎浑身一震 反驳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赵卓走到元虎面前 拿出了那块金色虎符 你是想抗执吗 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赶紧给我滚出去 然而赵卓却将他打乱 这就想离开 我看起来像那么好说话的人吗 擅闯内营 冲撞掌官 图谋不轨 暗令当死吧 说完他目光凶狠地看向林 口中说着一个个残忍的酷血 突然赵卓停了下来 果然还是斩首吧 说完便举起长刀 朝元虎斩下 突然一只大手阻止了他挥刀的动作 赵卓也被手腕上传来的距离 吓得浑身一铲 而他们的目光 嘟齐齐朝着赵卓身后看去 那厚重的喘息让赵卓如芒在北 就看到我那张熟悉又令人恐惧的面容 我无比愤怒地朝他喊道 赵卓 别做死了 男人吃力地挥动手中的鞭子 每一边都让将士心中的炙热减弱一分 可他仍旧不满足于此 还要坦下战功赫赫的士兵脑袋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眼神凶狠地盯着他看 赵卓 你不要再做死了 赵卓浑身一颤 无比惊恐地朝身后看去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突然我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你知不知道从刚刚起到现在你都做了什么 接着我将他的脑袋对准了帐篷之外 赵大人 你看到什么了 赵卓刚要说什么都没看到 我一声爆喝直接将他打断 八万 整整八万的镇北军正要来干你啊 你知道他们喊着什么吗 清军策 诸赵卓呀 听完我的话 赵卓浑身颤抖不止 我 要把自己玩死了 我继续冷声朝他道 在这个关键时候寒龙相迎将士的心 赵大人你的作死功力实在无人能及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可就真的没救我 可他却仍旧不信 口中仍旧低声喊道 不可能 就当我将袁将军的绳子割断的沙纳 赵卓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 差点就被你骗了 只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手握力了 你会那么好心救我 一定是前进沦陷 你才会出现在这里 还清军策 说得跟真的一样 要诛 胡苏也是先诛你吧 他突然的袭击也让我等来不及反应 突然一道身影朝他撞去 撞飞他的人正是袁虎 赵卓无比凶狠地看向这个打断他的家伙 随即一剑朝袁虎斩去 鲜红的血液擦过了我的脸颊 而那道坚毅的身影已经倒了下去 而他的眼中竟是失望的泪水 此时长剑已经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涂液 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话 等出了军营 再把你交给新皇 不但能绑下性命 还是大功一剑 我冷眼扫过了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赵卓 你真的是该死了 可他却笑得更加得意 闭口一个震 现在还不是让我揉念 把你送给新皇之后 你的人我会一个个亲手料理 在朝堂上坏我好事的那群后宫 都得死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那些女人原本就是我们选来接近你的工具 尤其是赵叔那二手货 早被我送过无数男人了 违背主人心意 工具就失去了价值 那下场只有一个 他的话让我打心底感到无比愤怒 我回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打飞了出去 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多大的期待吗 可我还是无法容忍你干的蠢事 在他一脸惊恐的眼神中 我单手抓起他的衣领 再次挥拳砸向了他的脑袋 接着我又是一脚朝他的胯下踢去 击飞弹打的痛苦 让他忍不住哀嚎起来 看着因痛苦来回翻滚的赵主 我只是冷冷朝他说道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不和主人心意的工具就应该被销唬 是别人眼中的废物皇帝 可实际上我却是拥有八块腹肌的绝世猛男 只因我每日和后宫享乐 都只是靠健身来练习点到为止 甚至为了举办二次元 扮演连续三天没有合演 同时还在认真学习这个世界的文字 这样努力的我 真的称得上是废物吗 此时赵卓已经被我彻底打倒在地 而他看向我的眼神 早已变得无比捧拒 这时一旁的声音将他吸引 居然是一个个身穿甲皱的士兵 赵卓无比愤怒地朝他们喊道 为什么还不来保护我 可那些士兵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齐齐转移了视线 这也让赵卓最后的底气荡然无存 而我此时已经从帐篷走出 一步步朝他走来 看着我那无比骇人的气势 还有那毫不掩饰带有杀意的眼神 他终于绷不住大喊 是老臣错了 接着他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 不断祈求着我的原谅 可我只是不含感情地扫过了他 你真的错了吗 赵卓哭着喊道 我不该擅自领兵 我一手拍在他的脑袋上 他当即惊呼一声 我不该避而不战 还有就是 我不该密谋夺权 可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只是默然地自言自语道 财富 权力 军队役或者是王位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真正在乎的是 被我重用的人 居然全都辜负了我 赵卓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听到的居然会是这个答案 我又再次朝他喊道 给我大声说出来 你到底错在了那里 赵卓似是反问地自语道 我辜负了你 我当即一拳挥出 大声点 我听不到 一道泪痕顺着赵卓的眼角横下 我 辜负了皇帝 我辜负了先帝 我辜负了前朝 我辜负了前朝子民 让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此话也让一众将士感到无比震惊 可他却还没有停下 无比悲凉地喊道 我是前朝的罪人 看到他那副痛定思痛的样子 就连我也不由得为之动物 若是这样洗白的话 看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利用的必要 就在我放松几梯的时候 不服的赵卓突然露出无比阴际的笑容 下一刻 就抓起手中短刃朝我刺除 一道鲜血瞬间洒向天空 可我的脸上却是一脸平静地 看向了赵卓的身后 只见赵卓的身后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道人影 我看到那人却没有一丝惊讶 只是轻声开口喊道他的名字 萧 你果然还是出手了呀 萧丁后心中大惊 他早就知道我隐藏在军中嘛 此时他的心中摇摆不定 似乎这家伙并不是那般废物 接着他将赵卓扔到了一旁 这家伙还活着 只是昏死过去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 可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无比冷漠地低头看去 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的身上 可现在我才发现是我错了 我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随即我抬头看向了萧 他的命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他了 系统的提示在我的耳边响起 国力积分增加五千 萧无比复杂地看着我离开的身影 仅凭一人降服了赵卓 还夺回了兵权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不久之后 一支军队出现在山峰之上 回首的将军高声喊道 前方就是赵卓的部队 准备布阵 这是一个士兵站出来看的 那是什么 王将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只见不远处的军营之上 竟有一道他无比熟悉的人影 正是他此次要击杀的目标 赵卓 明明一心只想着灭国 可我的帝国却变得愈加强盛 不管我如何作死 最后总能化险为一树立我高大的形象 这也让我感到压力山大 到底怎么样才能覆灭这个该死的国家 现在后宫对我死心塌地 屠苏也铁了心要保我皇位 就连那个计谋拉满的李天元都安分了不少 不用于我想要灭国的烦恼 李天元又开始揣测起我的心思 明明已经除去心头大坏 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任何高兴的情绪 突然他一有所感 朝着身后看去 结果就看到屠苏正一脸玩味地看着自己 突然屠苏对他做了一个必杀的手势 李天元瞬间汗如雨下 因为我还活着 原本三方微妙制衡的关系已经完结 现在态度对新皇摇摆不定的 我成了唯一不和谐因素 也是屠苏想要干掉的对象 他看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注意到李天元的视线我也看了过去 微臣听闻 陛下大发神威 首刃国贼赵卓 实在是大快人心 然而 赵卓正是从微臣处窃取兵服破乱百姓 臣疏于防范 也有大过 臣甘受责罚 望陛下面去臣太宰之职 以做校友 我吓得直接伸手将他打断 朕现在没心情听这些 朕已经决定要微服私房 你的话 就等朕回来再说吧 李天元哑口在原地 陛下这又是想要干嘛 于是再次开口道 请陛下三思 我立声将他打断 你是在叫我做事吗 李天元心头一跳 连忙回答不敢 殊不知我此次出行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可以绊倒我的机会 北方草原有苍狼部落屡屡进犯 南方则有着堪比钱国的金鸣 而在大钱内部 则有着号称信众百万的红袖军 这也正是让大钱最头痛的心腹大欢 前两个家伙距离太远 而红袖军正好是最好的选择 借助他们的手实现我灭国的大爷 乾国皇帝给灭国反悔当内部 这个剧本我喜欢 而我不惊一间的笑容 更是吓得李天元魂不守舍 与此同时 在大钱的某处 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家伙聚集在此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新皇登基三个月就平息了朝堂动荡 乾国貌似气数未尽 那坏消息是什么 明明贵为一朝帝王 却天天想着怎么覆灭我的帝王 而我想到的最好办法 就是找到反贼和他们联手将我拉下皇位 那之后我来到了红袖军的大本 可我才刚刚踏入这里 就遭到了无数原住民的注视 消在我耳边提醒到我 这里临近北方草原 就连图苏殿下对这一带都很恐怖 我不耐其烦地朝他表示知道 你一路上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可这一路上却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奇怪 这里明明是图氏发迹之处 可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原来在五百年前 图氏先祖在这一带曾斩下一只巨龙头颅 从此获得了争夺天下气运的机会 而这里也被命名为龙星 可如今这里名义上属于大前 实际上早就被各方势力渗透 红袖军更是直接驻扎在此 按理说不管是我那个老爹还是我那个大哥 都已经该无比重视着 可现在却红袖军却早已将这里占留 就连图苏也非要让萧跟着我 说不放心我的安全 图苏也就算了 你确定我们的伪装真的有效 阿莎自信地表示没问题 又接着小声询问到他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跟着陛下出镜 李天元顿时变得无比凝重 陛下心机深沉 他保留我太宰之职 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 更何况图苏还在流金中 就是为了给我威舍 警告我不要不赵卓的后者 所以前经对我来说是凶险之地 最优解就是远离难 暗中跟随陛下 这里面的道理你无须置信 只要能让我们保持完美伪装就行 看着他们紧跟不设的样子 我也彻底放弃 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突然肖将我一把拦在身后 而在我们的面前 则是一群虎辈熊腰的该溜的 看着他们那副嚣张的样子 我也知晓了他们可能就是 盘踞在这里的红袖军 这是一个扛着大刀的光头走过来 你们的样子很陌生 难道是南边来的 又或者说 是朝廷派来的奸行 肖此时已经拔出了长刀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可我却让他把刀放下 心中更是变得无比兴奋 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大 不久之后 我们跟着来到一处荒废的山洞 而在那些家伙簇拥的背后 正是此次我们寻找的对象 只见那女人抓起一只黑乎乎的蜈蚣 毫不避讳地吃进了嘴里 盗女将一只二十米长的蜈蚣吃进嘴里 吃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将竹翼打在我的身上 你也想被我吃掉吗 我并没有被她的话吓到 而是反问她 红袖军不是为天下流明敞开大门吗 我为什么不能来呢 可你的这副模样 恐怕不是什么流明吧 虽然穿着普通想要掩盖自己身份 但这份气度骗不了人 而你的随从 更是让我感到一股如芒在背的狠 我拍手称赞他真不愧是红袖军的无道理 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实不相瞒 我是大惊历史 奉陛下之命 趁这次全国动荡 专程来找红袖军寻求合作 突然走杯砸碎在我的面前 接着他无比愤怒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寻求合作 说得好听 都自爆家门了 还何必藏着掖着 你们也是对大前龙根有想法吧 大家心知肚明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你也是为大前龙根而来的吧 我无比震惊地低头看去 你怎么知道我的龙根狠 看着他那副随意的样子 难不成我的身份已经被识破 这时他又再次开口 主宰天下气运的龙根就要现实 你们经国就是为此而来的吧 原来曾有过传说 每过五百年 这里都会有黄龙现实 只要斩下其头颅夺取龙根 就能获得主宰天下的黄龙之气 黄龙上次现实 图示先祖图天下斩龙后夺取龙根 获得了战无不胜的超凡神意 当时黄龙其实是被图天下 与结义兄弟楚人王联手斩杀 但楚人王除了换来一身伤痕 什么也没得到 这对原本可以彼此托付性命的知己 也从此因为此事产生嫌弃 最终决裂 两人决裂之后 在南北方各自立国 参与到乱世群雄争霸之中 图天下凭借着黄龙之力的加持 让乾国一统北方广袤土地 楚人虽然也统一了慕龙江一旦 但国力完全无法与乾国抗论 如今五百年实现已到 新的黄龙即将诞生 天下的格局应该变一变了 这时系统突然有了反应 居然解锁了新的灭国任务 这也让我变得无比兴奋 看来威服私访红袖军这部棋果然没法 于是我激动地看向了吴道祖 难道你也想夺取天下吗 可他却无所谓的白手 我天生就是反贼的命 对那皇位没什么兴趣 倒是你们经国 五百年想得到他快想封了 明明是大前最尊贵的皇帝 却想着联合反贼搞垮自己的帝国 可女人却误以为 我是贪图龙根的经国使者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将我拒绝 而是来到我的面前不断地诱惑我 这片土地我才是最大的主人 只要有我的帮忙 天下也将搓手可得 只不过我凭什么帮你 诱惑着说 你们能出得起什么样的将来 我看着他心中却没有一丝波动 因为在来之前我早就对他了如指掌 原来吴栋玄原本是凤国人 又是村庄英卷入前凤之乱被屠灭 沦为刘明 在刘王中他其遇先人 学会了医术与方术 并用他旧制和自己同样出身的人 他以此积累声望 被刘明们尊称为道主 最终组建红袖军 以推翻大前为目标 前世我在历史书上 见过了太多这样的起义领袖 他们大多是被战乱与压迫 逼上绝路的可怜 虽然他和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但我知道 这都是他的伪装而已 他的心中其实是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 于是我对他伸出两根手指 我这次奉国主之命和道主谈合 自然带来了两条承诺 首先是灭掉钱国 这方面我们和道主应该有共同立场 可他却毫不留情地将我打断 你们想一统天下 就必须灭钱 所以 这并不算承诺 然而我却毫不在意 当然 所以我们还有第二点 我们国主立志做万世明君 所以他承诺会变法改革 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 果不其然 在我说出这番话的同时 吴道祖显然有些易懂 我轻可两声继续道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国主提出的治国理念 而我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 看我用现代人的思维 给你们这群相巴老一点小小的震撼 随着我会生晦涩的文化输出 身后偷听的李天元却无比交集 因为他居然什么也听不到 于是他转头看向阿莎 你能让我听到陛下说话的内容吗 可阿莎却有些神色担忧 对方也是方术高手 距离太近的话或许会被发现 不过我可以试着让他远映 接着阿莎将点好的千纸盒扔了出去 很快 千纸盒安全地飞到了我旁边的小树上 而我们的谈话 也成功传输到他们耳中 只不过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 他们听到的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词物 尽管是这样 李天元还是从这些话中发现 这其中所展现的根本是一个 不可能实现的宏伟难度 很快 一道人人平等的话层中飘出 这次就连阿莎都不经变得冲击 好浪漫的想法 可李天元却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 荒谬 只是对古代人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想法 就让他们长久以来的世界观彻底崩溃 因为当年卫行率光是触及权贵利益 便被五马分尸 我现在提出的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就是再来一百个卫行率也不够分的 更重要的是 这居然是陛下亲自提出 一旦失败 连找替罪羊的可能都没有用 甚至会让整个大前都陷入无尽深渊 突然他将目光转向我的方向 可我那副自信的模样却让他陷入了沉默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从他的心底油然而生 他居然感到了羞愧的感觉 相比于自己和赵卓还在为那点诠释 与陛下勾心斗角的那点鼠目寸光 陛下的眼光和境界早已胸怀天下 要创立一个大同社会了 在足足演讲了数个小时后 我才终于将所有的内容全部说完 而我也通过刚刚的讲说 收获了众人的尊敬 吴栋玄此时也患上了一副笑脸 不得不说你的描述成功打动了我 我摸着脑袋无比自信的回答当然 然而他却忽然变得无比阴沉 你真当我是白痴吗 拿这种谎话骗我 金国不可能推行这些政策 更不会做出这种承诺 说你到底是谁 见我没有回答 吴栋玄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 你不是金国人 昔日楚人王立国之时 可没有黄龙之气加持 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和江南门法势力妥卿 承诺供治金国 可如今的局面就算是皇帝都不敢触碰文法力 金国难不成会自断双臂为我们谋福祉吗 此时我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提出的思维政策太过超前 反而起到了不好的效果 面对数不清的大汉 我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 肖兰在了我的面前 警告到那群不怀好意的家伙过原点 可面对肖的警告 吴栋玄却是选择了吴氏 你是不是忘记了 这里可是我红袖军的地盘 若是不交代清楚来历 你们都要死 可面对他的威胁 我却只是淡带你笑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没错 我就是钱国人 吴栋玄听后轻笑一声 果然如此吗 随后他轻轻抱起 咧嘴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 我最恨的就是钱国人 我朝他大喊让他等一等 我虽然是钱国人 但我和盗祖一样 想要覆灭钱国 一旁偷听的李天元顿时瞪大了双眼 突然阿沙将他打断 陛下有危险 我们要不要出手 然而他的话却遭到了李天元的拒绝 我们要相信陛下 随后他有些期待地看向了我 想知道我面对这种堪称绝境的局面 要怎么说服吴栋玄 结果就看到我无比严肃地拍着胸脯道 我乃大前太子 李天元 认为皇帝我居然冒用奸臣的名号 而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和反贼联手 一起来将我的帝国搞得千三地府 可一旁的李天元却差点直接气地抱了粗口 你是李天元那我是谁 此时吴栋玄也一脸无疑地看住我 你真的是李天元 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他当然 我做梦都想推翻图世统治 吴栋玄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确实听到他前不久驾崩的消息 不过我还听说 全臣李天元和赵卓联合 扶持一个叫涂叶的废物登机 一图把控逃正 可惜那个涂苏居然回来力挺涂叶登机 闻此我更是疯狂点头 涂苏那家伙不知道抽什么风 吴栋玄又接着说道 之后赵卓被诛 李天元虽然没被罢了 但也从此失去了消息 我还以为他已经被涂叶给除掉了 我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 他确实想要干掉我 还好我在忠心此事的护卫下逃出了前进 我生情并茂的样子 也让吴栋玄放下了不少警惕 之前就听说李天元博学多彩 谋略无双 方才先生的那番演讲 确实配得上这个比较 只是我所了解的李天元 应该是个中年人吧 此刻我也不由得冷汗直冒 只能含糊其词地表示 因为我可能保养得比较好 随后我立马岔开了话题 重点是涂叶那昏君若是不倒台 我那些治国理念也不可能实现 所以你是想模仿 卫行律吗 可在那之后 你还是想借助我的力量夺得龙根 自己当皇帝吧 面对他的试探 我却是无比真诚地表示 什么皇帝 狗都不当 我和盗祖的目标一致 只想毁掉现在的前国而已 我真诚的样子也让吴栋玄无比肯定 我刚刚说的绝对是真心话 只不过合作的事情先等等 说完他将目光锁定在一旁偷听的二人 我需要先清理一下 躲在一边的老鼠 下一刻 阿莎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方术居然被强行解除 一道人影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份 头听得挺开心的呀 阿莎立刻抽出一张福禄 可他的攻击却被吴栋玄灵的身姿 走过去 裸闪居中 吴栋玄评价到阿莎的实力不错 只可惜遇到了 接着一道皇帝的换线 噼里啪啦的闪电在他的指尖凝聚 轰隆一声 阿莎浑身浇黑 彻底失去了意识 下一刻 一只御手搭上了李天元的肩膀 你有个还不错的手下呢 有这么厉害的属下宝物 你一定也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嘛 今天还真是幸运 一连碰到两个大人物 我一脸绝望地看着那个被发现的蠢 此时 吴栋玄已经发出了灵魂讨问 你到底是谁 我顿时汗如雨下 我刚刚才冒充完你 你该不会反过来冒充我吧 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 年龄根本对不上啊 在我祈祷的眼神中 李天元突然开口 道年从小立志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宰相 可当他长大后却成了整个王国的独流 王权富贵也不过是他手中玩物 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曾问过他 到底为什么读书 那时的他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知道自己从济世起就天天与书为伴 随后告诉父亲自己也不清楚原因 他的父亲笑了起来 为天地立心 为圣明立命 为往圣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圣人教导我们读书人的道之所在 不过 我没圣人那么高尚 不管立心立命 还是济绝学开太平 那都只是手段而已 你爹我想要的 是名流青史 幼时的李天元根本无法明白这四个字的喊 他的父亲告诉他 人的寿命何其短暂 不过百年 终将腐朽化为尘土 只有名字被记载在史书上 被人代代传送 我们读书人的生命才能永恒 幼时的他听到这个解释 虽然本能地感到厌恶 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读书的目的 而在那不久之后 激烈的马蹄声在村子外响起 敌国的战士们侵占了这 大量的村民不得已踏上背井离乡的争论 也就是从这天起 李天元才终于明白 所谓读书人的高傲 在生死面前只不过是个笑话 而将他信念彻底摧毁了是 一个因为饥饿快要死掉的男人 心存善意的他在看到男人的瞬间 还是将仅有的食物浇了出去 男人夺过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刚要安慰男人不要着急 没人和你抢 就听到一阵喧闹的声音 只见他的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大批难民 吃完食物的男人面露贪婪地看向了少年 你还有吃的对吧 一个个难民同样重复着这句话 宛如恶狼一般将少年包围 这一幕给少年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下一刻 那群难民便已经扑了上来 然而他们伸出来的手 却被一道身影挡下 少年意外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可他的父亲却只是洒脱一笑 接着将他推向了山下 而山上却传来了一声声贪婪的声音 怎么没有吃的 但是 他也可以吃 一道道残忍的咀嚼声从山上传来 这一刻 少年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而他也终于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话 只为在这世上留下义 不成为他者的残羹冷治 而是成为掌握万民生死的凶兽 直到先皇图千军驾崩的那刻 李天元才感到些许遗憾 因为在他的眼中 先皇也不过是棋子而已 他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太医 逼不好陛下的太医还有什么用 不过 陛下大丧之日不宜见血 就将他们同陛下一同下葬了 可他的脸上从始至终都是一脸平静 赵卓一路小跑过来 询问他之后该怎么办 可他却直接无视了先帝一招 无比疯狂地大笑起来 如今大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此时的他 也有了掌控天下的野心 然而吴洞玄的呵斥却将他打满 我问你话呢 你到底是谁 在我期盼的眼神中 李天元只是平静地将斗笠拿下 无比冷漠地回答道 前元帝 吴千军 一旁的我直接无语地喷了出来 结果却看他无比认真的解释道 确实我还没死 堂内第一大奸臣为了配合我演戏 居然谎称是我那个已经死了的老爹 可就算是个傻子都知道 前元帝前不久在刚刚下葬 忍无可忍的吴洞玄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你特么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傻不一 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感到一丝惊恐 世人都知道你对前国恨之辱 若不是我走投无路 也不会拿自己性命来对你说这些 我恨 我恨那逆子涂液让我沦落到如此地步 那逆子狼子野心 一直伪装窝囊好色的假象 让我以为他是诸多王子中最不成器的一个 听到他的言辞 肖不由的清金爆起 胆胆见月先帝名号 你才是狼子野心 可李天元并没有停下 那逆子私下勾结朝内诸臣 谋夺皇位 多年来他的势力已经渗透朝野 就连左丞相都成了他的人 不过还好有天元对我忠心耿耿 面对涂液的拉拢 他假意归顺 暗中却一直为我谋划 无奈涂液势力已成 我只好谋划假死退位 而天元则留在朝中 挑拨涂液与赵卓的君臣关系 为我复辟制造机会 可惜我们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 虽然赵卓与涂液反目决裂 但另一个逆子涂涂 竟然选择帮助涂液 干掉了赵卓 稳定了朝政 一旁的萧此时早已杀弃外露 因为李天元说的所有话 都毫无疑问地踩在了他的逆龄之上 随后他充满期待地看向了我这一点 只等我一声令下 就上去斩杀了这个剑月称帝 侮辱皇室的家伙 吴栋玄开口道 所以你就像个败家犬一样逃到了我这里 突然李天元将目光锁定在我的身上 这段时间你一直扮演奸臣 刚刚还违背本心辱骂阵 实在是委屈你了 就在萧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我下令的时候 却见我双手猛地握紧 用无比认真的神情看向了他 臣不得已辱骂陛下 实在是罪该万死 原本还杀气腾腾的萧瞬间将在原地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吴栋玄听后也选择相信了李天元 只不过 我和钱国不共戴天 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吧 可李天元却只是无比平静地回应道 我只是个失去王位的废人 可就结果来说 你杀了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钱国还在 这样轻松杀掉一个前任钱皇 你也享受不到复仇的快感了 吴栋玄听后却只是冷哼一声 弄死你一个图千军怎么够 当然是要图示一族骨肉相残 杀得伯婆家王段子绝孙才好呢 李天元被他恐怖的样子吓了一跳 可我却直接跳了出来 大喊着没错 就是要钱国覆灭 图示一族段子绝孙才好 此时我也明白了李天元的想法 吴栋玄对钱国的恨 不会简单地除掉他 而是希望图示自相残杀 这样不但保全了性命 更可以煽动红袖君颠覆钱国 想通这点 我对他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真不愧是你 我的灭国小能手 吴栋玄再次开口 所以你们跑来这里 除了拿走龙脉 还想得到我红袖君的支持 李天元才刚刚点头确认 就遭到了吴栋玄的反对 别做梦了 就算我乐意看到图示一族自相残杀 但要让我拿红袖君帮助仇人 你未免太意想天开了 谁知李天元却早有预料 可若不是帮我 而是帮他们 原本还傻呵呵的我突然停了下来 你特么不会又要被刺我吧 明明是一招帝皇 却被反贼头子抓进了洞房行不轨之事 可目睹这一切的奸臣贼子 不但没有出手阻止 反而真心祝愿我一定要成功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李天元诱骗吴栋玄自己是乾皇 更是表示自己可以放弃皇位 将乾国的未来交到我的手上 可我听后却一脸猛逼 乾国不是本来就是我的吗 他无视了我的诧异继续 我早就厌倦了皇位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 除了干掉那两个秘子外 就是把江山托付给可靠之人 就比如 李天元就很不错 吴栋玄却全然不信 说了这么多不过是空口白话 我已经完够了 想好怎么死了吗 李天元轻声一笑 空口白话吗 倒是我想的简单了 说着他将传国玉玺拿了出来 这个足够证明我的诚意吗 此举就连一旁等着 看好戏的宵也傻眼 这也让吴栋玄一阵恍惚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接着就听到他说 这就当是我送给未来国主 和国母的新婚大人 可还不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吴栋玄满意地看着李天元 你的提议很不错 我很满意你的诚意 随即又吵我道 你之前提的治国理念 我很欣赏 配得上当我的男人 所以 事不宜迟 我们直接动房吧 不等我挣扎 他又直接将我打昏了过去 就在他扛着我准备动房的时候 却被萧一口拦下 吴栋玄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你难道也想一起动房吗 原本还想说什么的 萧瞬间满脸通过 未经人事的他休脑地大喊道 下流 那之后 李天元带着阿沙离开了这里 陛下 我把一切压在你身上 成为真龙吧 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一定要 名垂青史 而在夜幕降临后 我已经被那个女流氓 彻底玷污了身子 屋子里不断回荡着我那若有肆无的惨叫 寄予厚望的奸臣宰相 却幡然醒悟要将我推举为万世明君 更是将我的头号反派头子变成了我的女人 就这样再经过整整一夜的折磨 一声鸡鸣声打断了屋内的动静 几分钟后 房门突然打开 吴栋玄精神饱满地从屋内走了出来 刚刚出门 吴栋玄就注意到一旁守候一整晚的萧 注意到他的视线 萧恶狠狠地回应了对方 可接着 一只惨白的手突然抓住了门框 我那副受苦灵循的样子 更是把削下了一跳 还活着吗 然而我却没有任何气力做出回应 此时我也不禁感叹那个女人的疯狂 但为了灭国 这都是值得的 不过李天元那家伙居然连玉玺都随身携带 还这么果断地将我卖了 还真是未来可惜啊 吴栋玄十分比一地将我打断 别回味了 先回总谈商议如何夺取容器 听到他的话我感到极为不紧 明明直接出发就好了 直到商议了半天后 我们才终于确定了方案出发前往真龙出世的地方 可这一路上 我却总感觉十分不安 似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终于在不知走了多久后 吴栋玄台终于停下 告诉我已经到了 直到我看清面前的场景 却变得无比震惊 这难道才是红袖军的真正总裁 突然一道不合适宜的声音将我打断 不 这里的好多人 根本不是红袖军的人 那边带着蓝色三角图案的人是山河会的人 而那些举着天字旗号的家伙是黄天党 还有那些挂着伪善笑容的人 是巨异蒙的惨党 我指了指那边凶恶的光头 那是五封山的人 那边长得和野人一样的家伙 他们是海沙帮的人 他告诉我诸如此类的反贼惨党还有很多 而且其中不少都被我们昆卫伴过 听到他的话我心道不妙 我这算不算羊入虎口 但很快我突然意识到 我要寻找的人才不正是这群反贼吗 虽然他们看向我的目光不够友善 可我还是忍不住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可都是败国的重要资源 我异常的举动也被李天元看到 心中更是无比震撼 真不愧是陛下 身处敌营仍然不乏稳健 甚至面露喜色 难道他早料到龙脉现世会有反贼在此聚集 所以想一举将其统统收服 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腹肌猛男 却对着我这个有腹之腹抛起了魅眼 我被吓得一把将李天元拉到身边 我是前国丞相李天元 他是前任前皇图千军 听到我的回答 男人却笑得更深 小兄弟你拒绝人的方法还真有一套 吴动玄突然从我的身后出现 告诉他我说的都是真的 再见到吴动玄的瞬间 身后的众人齐齐抱拳喊道 见过盗祖 突然他回头朝我看来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 自以为昨夜与我达成交易 就能获得红袖军权力支持夺取龙器 没想到红袖军支持的 可不仅仅是你一家 我说过我是生意人 做生意可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听到他的话我愣了一瞬 所以说我是被白嫖了吗 结果就听他继续道 我不想当皇帝 但所有有胆量做龙椅的人 我都愿意在他身上下注 这次以夺取龙器为契机 欢迎大家自由竞争 李天元瞬间明白他的意义 他是想用龙脉聚集所有反贼势力 并以此选出灭国的人选 不管谁是最后的赢家 他都将会是胜利的一方 于是他又担心地看向了我 陛下真的能够应对 有这种心机与算计的名字吗 接着就见我无所谓的大笑出声 竞争对手当然是多一点才好玩嘛 反正最后结果只有一个 毕竟谁来覆灭前朝对我来说都一样 谁知我的一番话 直接把他迷成了恋爱呢 我就喜欢你这份松弛打 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虽然在场有这么多被胎 但我觉得没一个能争得过你 恐怕唯一能与你竞争的 就是南京那边的人了吧 听到这个地名我也有些惊讶 南京还真的准备来争夺龙器 可他却突然笑了起来 你之前冒充他们的时候就没想过 处事后人真的会对龙脉无动于衷吗 算算时间 南京的人也应该到了吧 突然一阵脚步声从洞口处传来 只见为首的是一个满头红发的男主 而他的身后则是一个坐在巨人背上的女人 看到来人 吴栋玄却显得十分生气 我不是让你去接南京的人吗 怎么只有你自己回来了 谁知男人却无比狂傲的故事 去接他们是盗子的命名 我可不敢违抗 人我带来了 接着他将一颗还在流血的头颅拿了出来 这个一头红发长得像个二五仔的家伙 却比我这个一招帝皇还要狂傲三分 甚至拿出一颗脑袋威胁吴栋玄 赶紧把盗祖的位置让出来给他 见我们谁也没有回答 陈思明直接将手中的脑袋扔了过来 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因为这颗脑袋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经过此行的使者 吴栋玄气得浑身发抖 我让你去接应南京特使 参加这次活动 你就是这样给我接应的 可陈思明不仅不知悔改 还咧嘴笑了起来 随后做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样子 谁让这家伙太弱了 说着直接一脚踩到了他的脑袋 吴栋玄眼中杀鸡尽险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一直窥探我的位置 不过在这个街骨眼上导致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点 陈思明无辜地打着哈欠 我对盗祖的忠心愈愈可见 不过盗祖想要覆灭前国又不想称帝 那我们做下属的 自然要给盗祖物色一个一统天下的人群 不过这个诸四岛 金国的大亲王 号称什么江南第一猛将 统领破浪营战无不克 他代表金国来夺取容器 结果被来自草原的朋友团灭 再听到草原二子 我瞬间竖起了耳朵 接着就看到那个白英语人笑呵呵地解释道 他们都是被我家阿牙做掉 阿姨那十分不屑地把玩着手中的敌 区区南金国 弱得一批 下一刻 地旁的反贼头子却十分不屑地大笑道 听说北莽出了一个什么狗屁圣语 可在我等眼中 不过是区区北方的蛮狗 听到那些反贼对自己的侮辱 女人冷笑道 你说的蛮狗 难道是指我们吗 确实我们相比起中原的繁华 属实差点意思 可我就想问了 既然中原这腰牛掰 大家的生活一定也很幸福美满 那各位冒着判死刑的风险扯棋子造反 是因为爱好靠反贼吗 听到她的话 在场的人各个义愤填膺 妖言祸重 妖女的 你就是个妖女 阿姨那呵呵一笑 我南下夺取龙器 是为了结束分裂与纷争 一统天下 大家要是想投身一统天下伟大事业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 下一刻 在场的众人眼中泛起紫色的光芒 嘴里还喃喃自语 一统天下 名流轻视 看到他们奇怪的反 我却感到无比奇怪 这就被扑弱成功了 可更让我感到疑惑的确实 我根本看不到这个女人的资料面板 紧接着 阿姨那张开双臂高声道 大家想加入我的麾下 也要接受考验 因为我们只接受精英 听到熟悉的台词 我竟不小心跟着说道 不接受垃圾 此言一出 阿姨那无比震惊地看向了我 这家伙怎么知道这句台词 而我也赶紧试图掩盖自己 然而一个大汉却一把薅住我的衣服 你特么说我们是垃圾 我解释是他想说 不是我 转而男人又看向阿姨那 难道你们觉得我们是垃圾 阿姨那嘴角勾勒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 都是垃圾 费尽心思来到了反贼窝子 想要联合反贼覆灭我的王国 却不料在这里碰到了自己蓝星的老乡 他一句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 都是垃圾瞬间引爆了全场 数百人疯了试的抄起家伙 就朝阿姨那冲了上去 可面对他们的围攻 阿姨那只是轻声喊道阿牙 带我哥开了全场 下一刻 身下的阿牙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众人也被这愤怒的吼声吓了一跳 紧接着一道身影就冲入了人群 仅是瞬间 便有数十人被他扭断了脖子 甚至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就看到自己的身子和自己永远分家 看到那恐怖的遗物 我赶紧带着肖远离了这里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先逃命再说 可尽管我已经很注意隐蔽 却还是被时刻关注我的阿姨那发现 阿姨那喊到阿牙停下 先去杀了那边逃跑的家伙 听到她的话我只感觉头皮发麻 老子就特么接了一句嘴 你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谁知在女人的眼中 仅仅只是因为我不受到她能力的影响 故而成为了她的眼中钉 转瞬之间 阿牙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她挥出的权力一击却被阿杀拦下 这也让阿牙短暂的愣了一瞬 不等她继续出手 吴动玄已经一脚将她踩进了地面 在我红袖军的地盘如此放肆 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这个道祖放在眼里了 阿姨那微微一笑 冷静点 我们并不是敌人 接着她睁开了射人心魄的眼睛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而那蛊惑人心的话语也不断在我耳边重复 那感觉就好像是有人在用大锤正疯狂砸着我的脑袋 反观吴动玄 此时宛如傀儡般竟然停止了动作 反复重复着灭掉钱国这句话 在阿依娜的蛊惑下 吴动玄突然有了想要先干掉前任钱皇的想法 随即她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李天元 阿依娜见状也有些意外 居然是前任钱皇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阿杀和肖不约而同地护在我们的面前 而我也在此刻明白 那个女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了 明明和我一样是蓝星穿越而来的倒霉蛋 可她的却试图想用言语蛊惑我做她的小弟 殊不知我非但没有如她所愿 还瞬间知晓了她能力的真相 要知道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各种执念 而那个女人的能力 就是把人心中的执念放大 再通过语言诱导 让对方成为被执念支配的傀儡 在阿依娜的不断怂恿下 吴动玄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一步步地朝我逼近 这也让我感到头皮发麻 虽然我已经看透了那个女人的能力 但面前这个被蛊惑的纯女人到底该怎么办 突然 我猛地伸手拦下了吴动玄 臭娘们 她已经不是乾皇了 干掉她并不能灭掉乾国呀 听到我的话 吴动玄猛地清醒了过来 眼神中也闪过了挣扎的神色 看到她的反应 我知道我的话起到了效果 虽然那个该死的女人可以通过言语诱懂别人 但我也能通过语言漏洞反过来策论她 就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 却感到一股杀意锁定了我 回头望去 却发现那女人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向我 接着就听她大喊 吴道祖 灭掉乾国是你毕生的心愿吗 如今目标就在眼前 你在犹豫什么 你决心动摇了吗 随着阿依奈的声音再次响起 吴动玄竟再次变得愤怒无比 那声嘶力竭的吼声更是让我忍不住捂住了 接着 吴动玄愤怒的一拳便砸在了我刚刚站着的地方 那疯女人的模样吓得我裤衩都湿了两条 这真的还是个人吗 虽说如此 可我却丝毫不惧地重新站起 吴动玄 胡千军死了你就会满意吗 你真正的心愿 究竟是灭掉乾国 还是让中原变成没有战火的乐部 听到我的话 吴动玄的脚步硬生生停了下来 随即抱着脑袋痛苦地叫喊起来 身后的阿依奈大声质问道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我冷笑一声朝阿依奈导 连心中的执念可不一定仅有一种 就比如吴动玄的执念 灭前固然是他心中执念 可他心中更大的执念却是建立太平盛世 而你的能力 无法选择具体放大哪一个执念 所以他现在要建立和平盛世的执念 也更加强大了 随后我不顾他们惊讶的目光 对着吴动玄发出了最后的灵魂一击 如果你被那女人控制 必将换来北方蛮族入侵 中原生灵涂炭的局面 你告诉我你救到了谁 说完这话 我露出无比自信的笑容 当心里两种执念发生冲突 无法调和的时候 那他唯一的选择便是 此机 看着吴动玄那宛如智障一般的样子 阿依奈直接绷不住喊了一声卧槽 在吴动玄倒下的瞬间 我快速来到他的身边将他接住 论打嘴炮 哥可是纵横各大论坛平台的斗宗强者 只用了三句话 就让人人敬仰的吴道祖 变成了一个只会阿巴阿巴的二傻子 说完我还不过瘾地看向了阿依奈 臭娘们 你算个什么玩意还妄想跟我懂 这时场场内突然的想起了骨头 嘎巴嘎巴的响声 那个本应该被打倒的阿侠突然爬了起来 阿依奈不在意地看向了李天元 前任前皇不杀也罢 反正日后要南下中原 正好留他一条命作为妻子 随后眼神冷漠地扫过了我的方向 至于你 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你 虽然没能成功控制住吴动玄 但他因为两大执念的冲突 暂时被废掉 没有他战力的阻碍 凭借阿牙的实力 在场已经没有他的对手了 此时萧和阿沙护在了我的面前 对于那个傻大狗 他们都显得无比近 阿依奈目光灼灼地看着被保护的大 阿牙 杀了他 下眼 阿牙脚下猛地用力 宛如一条疯狗一般朝我扑了过来 我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那爪子就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这么停在了我不足十公分的位置 原来是萧将断刃刺入了他的手臂 才堪堪将他拦下 阿牙发出无比痛苦的叫声 一旁的阿沙抓住机会 甩出几道葫芦仍在了他的脸上 无言三连破 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阿牙也被炸飞了死 直到撞到了身后的眼睛 看着废墟露出来的那只大警 阿依娜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刚刚飞过去的是自己的小弟阿牙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对面的两个女 不明白为什么那两个不起眼的小丫头能击败阿牙 诸葛沙呼喊到一旁的萧准备继续进攻 萧伸手将他拦下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那家伙并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与此同时 一声声警爆声在阿依娜的耳边响起 只见阿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 身上还散发着幽绿色的光芒 黑牙兽化灵戒指 是否压制兽化 阿依娜眼神震怒 下一刻 阿牙的头上出现了茂密的毛发 手指的位置更是长出了锋利的力章 阿依娜嘴角微微扬起 就是这样才会有意思吗 明明一心只想当个王国之君 可不论我怎么做都能引起别人侧目 将我再次推上王位 这也让同位穿越者的阿依娜感到危机失足 当即命令黑牙把我干掉 看着面前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家伙 阿莎不禁愣在当场 怎么好端端的人变成了一条狗 就连周围观战的家伙也感到匪夷所思 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非要当狗 此时黑牙正一脸凶恶地 看着面前两个把他打飞的女人 下一刻 黑牙突然消失在原地 接着一脚踢向了诸葛沙 肖猛地转过了脑袋 抓起匕首挡下了黑牙的力章 黑牙大声怒吓一声 只是瞬间便已经挥出了十几圈 阿依娜平静地看着不远处的战斗 黑牙本是被野狼养大的孩子 本性嗜血无比 可现在你们却打掉了我 用来压制他狼性的隐状 真是活该 与此同时 肖被解开封印的黑牙打得节节拜托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就好像疯狗一眼难产 突然黑牙张开了血盆大口 狠狠地一口咬在肖的肩膀上 突然 黑牙注意到重新站起的诸葛沙 接着咬住肖直接甩了出去 此时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可能打得过这个家伙 下一刻 两人撞进了墙壁 我一路小跑跑到他们的面前 可肖却突然大喊让我离开这 我有些疑惑地站在原地 接着就听他继续道 这畜生的力量和速度在我之上 我打不过他 现在只能靠那个小姑娘 用俘虏来控制他了 发觉没有人硬拔 肖踩扭头看向了身后 这个早已翻了白眼的女孩 肖这才想起 诸葛沙昨天刚被吴栋玄用雷劈 今天又被狗打 该不会死了吧 他的心中无比绝望 图苏殿下 我可能以后都不能辅佐你了 我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 原本大步走来的黑鸭停在了原地 而在他的身前 则是五个拿着奇怪武器的家伙 人在临死前 喊了一声马猴烧酒 一代米扛酒 因此获得了活下来的机会 只因我听出 这正是蓝星人的经典暗号 可在那之前 我们还是生死相搏的仇人 在我陷入危机之时 五个长相奇异的大汉兰 在我的面前 总谈什么时候可以遛狗了 这么闹下去 我们五大掌门的面子 可就挂不住了 这场毫无意义的闹嘴 也是时候结束了 就先从这头畜生开始吧 那些狂信徒 更是兴奋大喊干死他 就连我也不禁感到热血吞夜 国族要是有这种感觉 还怕拿不下世界杯 只见五人犹如蛟龙出海一般 纷纷挥舞着手中武器冲了上去 然而下一晚 他们居然被黑鸭给一张免了吗 那些狂信徒傻眼地看向了身后 只剩下他们 还没有超度的肉身还没特别 阿依娜绷不住大笑起来 这就是你们的掌门吗 太搞笑了吧 就连萧都忍不住嘴角抽动 怒骂道 你们这是特么来干嘛了呀 黑鸭回头看向了萧 面对面前绝望的一幕 萧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随即一把抓起了昏迷的诸葛莎 搜的一下扔到了我的怀中 快特么亲这个女人 说着将我的脑袋死死地按在诸葛莎的嘴上 我不其然 原本昏迷的诸葛莎猛地张开双眼 但很快又因为和男性亲密接触昏漏去 萧主动抓起我的手伸向了她的胸口 那副正义凛然的模样让我瞬间察觉到了什么 诸葛莎将会把与该男性接触的人列为生死大名 一时间 死亡的气息猛地出现 这时我也可诸葛莎分开 只见她的身上竟开始伴随着丝丝静点 宛如老巫婆般咬牙切齿的声音从她的喉咙里传出 是谁要和我 抢男人 看到这一幕 萧也不禁赶到后爬 立马就朝着黑鸭冲去 下一秒 就看到诸葛莎喷出一口紫色火焰 萧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躲在了黑鸭的后面 前击一道巨大的紫色火焰伴随着闪电在黑鸭身上炸开 阿依娜不禁慌了神 大喊着黑鸭 这时 萧已经出现在她的身后 阿依娜来不及回头 诸葛莎就已经出现在半空 高举一颗巨大能量球 敢跟我抢男人 死 重伤的黑鸭为了保护阿依娜 竟然直接拦在她的面前 阿依娜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 快就为那几句巨大火黄烟幕 直到烟尘散去 黑鸭已经无力地倒在她的面前 阿依娜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银白色的匕首出现在她的脖狗 一个字也不准说 不然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我无力地环顾四周的景象 仿佛这一颗身子都被全部逃过 阵地反贼窝 随后我猛地转头 看向了这个混坏我计划的灯 注意到我那近乎扭曲的目光 阿依娜竟感到一股源于灵魂深处的空拒 这个该死的女人 居然把我好不容易策划的灭国计划回一旦 该死 阿依娜终于怕了 不断用语言试图干扰我 企图让我放下手中长剑 可我却没有收到一点影响 谁也不能影响我的灭国大几 接着我毫不犹豫地飞刀长下去 绝望之际的阿依娜突然大喊 马侯烧酒心机之娃一代女堂警 听到这话我硬生生停下了挥向她的长剑 这也让众人都感到不解 为什么陛下不除掉这个霍乱中原的女人 就连阿依娜都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我收起了长剑 二次元浓度很高啊 大哥 刺激人 剧即便我不便 符号看相线 让我确定了一直跟我做对的傻不一 居然和我一样都是穿越着 阿依娜扑通一下跪倒在我的面前 哭着喊道我也是穿越来的 我抬手让准备灭口地消等一下 我还有点事要跟她谈谈 正好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因为失去阿依娜的控制 吴动玄猛地惊醒过来 醒来后她扫尸四周 发现了毅力在人群中的我 还有那个企图控制她的女人 吴动玄指向阿依娜 混蛋 你居然敢控制我 我拦在阿依娜的面前 别杀她 我还有用 吴动玄脑子上闪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难道我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 居然拿对一个异足女 看着我愈发严肃的面容 吴动玄还是选择了毕阻 留下一句 你救了我一命 算是我还给你的 可我接着又提出一个过分的条件 给我准备一个隔音不错的房间 吴动玄有些生气 大喊道我知道 我突然有一种错觉 似乎她吃错了 虽说如此 吴动玄还是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 只是看到这里的沉睡 阿依娜害怕的抖成了筛子 我也感到有些尴尬 她似乎误解我的意思了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我还是决定再测试一下 即便我不变 如浩看向线 宫廷玉叶酒 一百八一杯 君不见黄河之水添上海 流向那万子千红一片海 垂死病中惊作气 燃烧我的卡路里 问君能有几多虫 超跳rap和篮球 我常常叹出一口气 没错了 是跟我一个世界的家伙 于是我开口问道 你是怎么穿越来的 阿依娜表示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某天我在网上发了个提问帖 问你最想穿回那个巢带 结果网上有个叫叶之帝王的傻薄衣 直接对着人 说现代这么好 想回去的都是智障 我怎么认识 直接和那个傻薄衣开始博弈 结果一激动 奶茶碰到了 然后我惊异地发现 居然跳杂了 回过神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一个不能自理的婴儿 听到她的话 我突然陷入了沉默 叶之帝王 那个傻薄衣不就是我吗 不过阿依娜居然浑穿到婴儿身上了 所以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转生者 那还不是因为你之前接住了我的吗 我一时间有些尴尬 习惯说出口了 她突然凑到我的面前 我们合作吧 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李天元了吗 接着开始使用自己的能力 虽然是重臣 但古代也没那么好玩 我只感觉找到了知音 曾经的我每天游戏 可乐 刷视频天天待尽 现在的我 吃饭 拉屎 睡觉好像上行 阿依娜露出一个笑容 知道我是穿越者 就放松警惕了 中了我的技能都不知道 你穿越过来有什么技能吗 我直接全盘拖出 就一个系统 看来你的穿越感不是很好 不过遇上我算是你的性能 要不要姐姐带你 我顿时感觉到不妙 这家伙刚刚还是个田狗 现在怎么又行了 阿依娜转头道 你的目的是想灭国吧 你是想灭掉前朝自立为王队吧 我只感觉面前的这姑娘 就是个傻卧衣 真把我当成李天元 想留在这里 突然 我反应过来 这家伙是不是对我使用能力 说着他开始脱下鞋子 将自己的臭脚丫漏了出来 答应跟我混逻啊 我可以给你田脚 看着他越来越过分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抓住他 将我攒了二十年的臭袜子 塞进他的嘴里 你小子不是能避避吗 我看你现在怎么说 而且自立为王 夺取龙脉 这是我想要的吗 自从穿越过来 人人都替我脑补 别人也就算了 但同为穿越者的 你也不懂我的心情吗 让我来告诉你 我到底想要什么 那之后 阿依娜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洞穴里传出的惨叫声 也越来越大 只用一个晚上就搞定了阿依娜 再经过一夜的风雨 我袖口一挥甩开了地牢大门 可迎面而来的注视 却让我感到十分疑惑 大家看向我的目光 充斥着一股别样的味道 众人又看向了 跟在我身后的阿依娜 只见她一副面色潮红 好像发生了什么的样子 此时众人的脑海中 都闪过似的大字 荒淫无耻 李天元认真又崇拜地看向了我 真不愧是陛下 仅凭肉身就降服吴洞穴和妖女 为钱国排除两大隐患 我敏锐地察觉到他的面色变化 这老小子肯定又在脑补什么 于是我赶紧解释 我就只是封印住他的能力而已 吴洞穴倒是第一个选择的相信 你的时间不应该那么多 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 原来是义军联盟已经集结完毕 随时可以开始寻找龙脉 吴洞穴看向了我 时辰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前往龙脉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有些意读 那之后 我们来到一处乱石之前 吴洞穴双眼爆发出一道金光 一时间 周围的场景开始变幻 我心中惊讶万分 要是叛军自行前来肯定一路 提前在龙脉附近设置总坛 这样不管谁想找龙脉 都逃不出他的势力范围 当真是好设计 就在这时 吴洞穴突然停了下来 闭脸微笑地看向了我 我们到了 下一刻 我只感觉眼前被光芒覆盖 等到再次睁眼的时候 周围完全变成了一副荒芜的样子 所以说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的会有龙脉 就连那些义勇军的首领 都跑来质问吴洞穴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龙脉 你叹马的是不是骗我们 就在这时 吴洞穴的身后传来一阵沉重的声音 一道金色的巨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脸震撼 只见一座金色的大门缓缓打开 看到这座宏伟大门的一刻 我心中便有了答案 这就是龙脉 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冲啊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反贼 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听到他们那无比得意的笑声 我却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心中为他们加油 快去抢吧 最好是抢到龙脉帮我前锅掉大门 突然我回头看向了一旁双眼发指 一副药将他们全部杀掉的笑 我十分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我都不急 你急个毛 李天元自顾自地为我解释道 没错 现在贸然进入说不定会触发某些机关 陛下圣明 再确保所有人都进去红 我才开口到出发 随着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大门之中 金色的大门竟自行关闭 彻底消失在荒芜之中 看着周围金碧辉煌的样子 我不禁感叹建造之人 真当是财大气 还未进入 便听到一阵大笑声传来 我的 都是我的 李天元末世地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看来是遇到情况了 随即我们便朝那声音走过去 虽然有所准备 但还是被面前的一幕所震惊 只见那些人都沉浸在数不清的经营之中难以自拔 那些人流着激动的泪水 有了这些还找什么龙脉啊 消止了只身后的那些房间 不去看看吗 直到走到那些门洞面前 却看到两班人马正吵着争夺这里的归属权 还有那些沉浸在爵士武学中的武痴 短短一时间 人间百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吴栋玄似乎早有预料 想得到龙脉的认可 就必须拥有与之相配的气度 背一点迎头小莉莉有 最终也不过是小角色罢了 看来这就是龙脉的第一条考验吧 这一路定不可掉以轻心 我对这一切嗤之以鼻 雕虫小技 我早就看出来了 吴栋玄刚要对我表示肯定 结果下一刻面色大变 你特么手里都拿了些什么 此时我早已手持一堆珍贵财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明身为一国之主拥有着无尽的荣华富贵 却主动放下身段拿了一堆破烂 吴栋玄一脸傻眼的看向了我 你特娘的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刚刚是没听清楚我说话吗 说着他指了指头点 这是龙脉的考验啊 你搞这些事不想当皇帝了吗 我没有理他 而是转头进了另一个宝物 这里好像也有宝物啊 李天元眉头微皱 身为一国之君什么宝物没见过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露出贪财短视之举 我机智地想到 如果这是龙脉考验 那我只要表现的贪财意 肯定能扣不少分 注定和皇位无缘 突然我低头看向了一脸 居然是几个因为争夺财宝互相残杀的蠢货 我不禁感叹 为了这点破烂至于吗 我看向了四周 比起我国库里的东西差多了 估计真正能吸引我的宝物 也就只有手机里的小泽玛丽亚 不久后 我在众人傻眼的目光跑了回来 我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我给你们都精心挑选了礼物 消看着我丢过来的断刃直接傻眼 这不会是 李天元看着手中的龙文剑心中百感交集 以龙相托 这是何等的度量 就算是先帝也不曾对我如此 至于丢给吴动玄和诸葛杀的则是两本方术秘籍 就连那个和我一起穿越过来的笨女人也有一条鞭子 我低头扫了她一眼 别多想 这是留给我们之后一起用的 吴动玄打量着我的背影 还以为这个李天元有点帝王之气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是我看走眼了吗 突然 整个宫殿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 一颗颗巨大的石头不断从空中砸落 而那些沉浸在财报中的呆瓜 也终于意识到了无妙 来不及闪躲 巨石就砸在了他们身上 一时间 惨叫声不绝于耳 直到惨叫声慢慢变低后 那些房间已经被巨石堵住 接着我又看向了巨石下流出的血迹 我心中悲凉无比 朕亲爱的反贼 你们可是朕的国之洞呀 怎么就这么没了呀 吴动玄看了一眼身后还活着的人 之前进入这里一共158人 现在只剩下不到50人 只一个考验就淘汰了近七成 这是一道机械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帝王到场 初考 气之考 听到这声音 我整个人宛如被电击般将在原地 我低头看向了手环 心中大喊大奔 是你吗 可等了半天 手环也没有传出一点声音 接着那声音又在众人耳边响起 沉迷世俗之物 如小丽而望大义 无惧帝王气量 淘汰 胸怀天下 而心如止水 帝王之气出城通过 听到这里 我心中暗暗得意 刚刚我拿了那么多宝物 应该也被淘汰了吧 现在是我自己走 还是你请我走 那声音又一次响起 善甲于物 收买人心 以人心谋天下 以天下立言行 大气 下一刻 一道金光将我笼罩 我原本得意的神情瞬间消失 特娘的 明明是众望所归的帝王 却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给自己的脸上抹黑 没成想 我乱搞的操作 竟然得到了龙脉的认可 听到龙脉对我的评价 李天元整个人都惊喜地大喊起来 随后快步朝我走来 重重地拍在我的身上 真不愧是你 李天元 我一脸僵硬地回过头来 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个凡骨仔 阿依娜同样震惊故隐 同为穿越者 我只考虑了第二层 可他居然在大气层 李天元当真恐怖如斯 这时有人开始小声谈论起舞 你知道这是谁吗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前国叛征 李天元 难怪他有着帝王之姿 如今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此时众人的目光 也因为那道金光锁定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朝旁边卖了一颗 试图躲开金光的照样 谁知那金光竟直接跟了上 我心中无语万尊 对着空中比了一个友好审视 这特么是个什么玩意 别特么找老子 这时守环突然传出一道一声 恭喜宿主 宿主刚刚在龙奈气质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龙奈祝福帝王光环 你特么不是不会说话吗 还有 帝王光环又是什么 能给我增加战斗力吗 回答宿主 帝王光环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它能让宿主在人群中更加瞩目 就如同帝王一般 听到他那拖着长长的声音 我突然明白 这就是系统给我设置的圈套 你千万别让我找到你了 不然答便给你畏嘴里 这时机械声再次响起 由于竞争者中有人获取帝王光环 提前触发后续试炼 帝王到场户 立志考 等到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上似乎变得有些沉重 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变成了盔甲 周围的场景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这时 一个侍卫跑了进来 元帅 请开始三军集议 很快那声音又开始说起这次的任务 带领牧羊军攻占松都城 李天元看着面前的沙河立马之小的如今局势 在地图的最南方 有一条宽阔的林苍江 胡叶身为元帅率领的牧羊军 正在河的北岸驻扎 而在牧羊军营地更北方二十里外 加历着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就是这次要攻打的城池 松都 松都城驻军五千 牧羊军两万 双方的军队补给都十分充足 可以经得起上达数月的消耗战 如果单看士兵和军备数量 攻下松都城虽然极度困难 但并非绝对不可 突然士兵开口道 我军感染瘟疫 目前已有近五千人身体不适 上土下泄 军中大夫无计可施 将士士气低落 接下来该当如何 请元帅定夺 李天元低声道 立之考应该是测试打天下的能力 而这里不见其他人 说明龙脉把我们几个化为同一阵营 所以 所谓的试炼 不就是战争主题的副本吗 这狗龙脉还挺会玩 一旁的削开口道 我曾跟随先帝和图苏殿下 略懂军务 攻城战如果要稳妥起见 攻防兵力需在首方十倍以上 我们原本兵力就很是勉强 如今再加上这瘟疫 听到这里 我表面露出一副苦涩的模样 实际心中冷笑 可算干了件好事 这种地狱开局我最喜欢了 随随便便就能任务失败 想想就开心 可很快我就想到 若我这里是地狱开局的话 那岂不是说 其他竞争对手的题目 也和我一样 如果他们的任务也失败 计算综合评价 我又是最高科典范 看着我连续变换的表情 李天元瞬间明白了什么 陛下也想到了吗 能够利用瘟疫反败 为圣攻下松都的方法 只是那个办法太过阴狠歹 陛下大概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使 既然如此 那这个恶人就由微臣来当好了 帮我夺得天下 李天元主动站出来 选择承担一切 他突然开口沉声道 陛下 我有些疑惑地抬起脑袋 便看到他十分认真地朝我行李 微臣有意即可轻松拿下松都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副本之中 吴动玄当看到面前的一幕 也瞬间将在原地 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个几乎垂死的士兵 吴动玄走到一位老兵面前 在老兵诧异的目光下伸出右手 下一刻 吴动玄的右手上亮起蓝色光芒 坎顿 上扇若水 施法过后 老兵竟奇异地坐了起来 我居然好了 随后一脸震惊地看向吴动玄 活神仙 袁帅是活神仙啊 所有感染瘟疫的人 都被这声音吸引过来 一个个前赴后继 来到吴动玄的身边 袁帅 救救我 我也想活下去 吴动玄面露惊惧 恍惚间 他似乎回到了过去 曾几何时 如现在这般一样 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 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病原 也只是杯水车星 他无比坚定地看着面前的士兵 尽管知道 我也做不到什么也不做 随后他安抚到众人 只要有我在 你们都会有救了 接着他朝身后喊道 所有会一点治愈戏的人 跟我一起救人 随即他又写出了一张药方 其他人 按照我这张方子去备药 保证全军都要服用 说完他再次扭头 看向了那些兵死士兵 另一边 第三个副本内 阿依娜默然道 两万人攻五千人的城 还带着这么多传染病的病号 这还打个毛线 对面的男人冷笑一声 为什么不打 要我说 拿下松都 再容易不过了 阿依娜死死地盯着陈思敏 那你来告诉我 怎么打 陈思敏满是戏血 松都城区区五千守军 只要让他们都感染瘟疫不就行了 我们只需要用头饰车 把那些得了瘟疫的士兵尸体 投入城中 下一刻 会议店内陷入了沉默 我一脸震惊地看向李天元 你真是个火焰王 阎罗王身上都得闻个女 我直接否决了他的体 这个计划太阴随 不是明军所为 李天元极力争辩 陛下 这是战争 不是讲仁慈的时候 我抬手立声喊道 够了 在李天元震惊的眼神中 我却是一脸笑语 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 李天元顿敢傻眼 什么更好的办法 自古攻城战惯例 攻防兵力至少要在守城方十倍以上 才有必胜把握 而如今牧阳军不但兵力不足 更是患上瘟疫士气低落 如果不使用阴毒招数 要想攻下城池 根本是痴心妄想 我认真的看向他们 如今士气低落 我准备撤回林苍将南岸 等待时机再战 毕旁的消停完牙刺欲裂 还以为这昏军有什么好计划 说白了不就是 打不过梯通跑路了吗 既然是逃跑的话 有必要这么慷慨激昂 你这是在用最霸气的姿势 说着最总的话呀 李天元却陷入了沉思 陛下的计谋 绝对不可能这么附近 这其中必有什么其他的事 可惜我在军阅征伐上的 见解远不及宫廷全谋 所以还无法踏入 陛下的思考领域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停下来叮嘱他们 撤退时 我们要带走所有的瘟疫士兵 那些并得走不动路的也要带走 李天元大喊道不行 那些染疫士兵多半也就不活 带上他们 反而会托骂我军行军 陛下为何非要带上他们 我回头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不抛弃 不放弃 是我对待部下士兵的态度 这个解释能让你满意吗 对上我那坚定的眼神 李天元再次感受到了那所谓的龙威 最终他朝我妥协 微臣不敢 我的这番话语也让萧对我微微侧目 与此同时 第三个副本中 两名士兵将那些因瘟疫而死亡的士兵装进袋子 机械化地将他们放进投射车的箱子 在士兵惊恐的眼神中 只听见一道破空声响起 那些感染瘟疫的士兵尸体 如雨点一般射入城中 夺得胜利而拿下龙脉的认可 阿依娜竟不惜将那些因受到瘟疫而死去的尸体投入城中 城门上的士兵看到飞来的炮弹大喊着隐蔽 可很快守卫便发现 那根本不是什么炮弹 飞在空中的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一时间 带有瘟疫的血肉在城楼上炸开 此时城楼上乱作一团 里面传出了惊恐的叫声 尽管如此 城外的将军还是大喊着发射 随着一道道指令下达 将军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那些被当作炮弹的东西 可是他最中心的士兵 手中发号命令的长剑从手中跌落 最终他绷不住跪倒在那些死去士兵的面前 那可都是我的兵啊 我怎么能这样 阿姨娜宛如魔鬼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继续下令 难道你忘了你的愿望了吗 只要打完这场仗 你就能回家澄清了 被蛊惑的将军僵硬地转过脑袋 没错 我可以的 接着他一步步朝头驶车走去 我可以 我可以的 阿姨娜擦去了不存在的冷汗 这群士兵真是麻烦 稍微松懈一点就给我掉链子 陈思明从他身后走出 得亏圣女的这个能力 依我看 这松都城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第一批尸体头下的时候 对方还装作一副眼炎阵以待的样子 现在一天过去了 城头都被尸体填满了 也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搬运尸体 算算时间 瘟疫应该已经在城里爆发了 阿姨娜立刻吩咐到阿牙 翻过城墙 从里面打开城门 下一刻 阿牙做好了准备 力量全部汇聚在脚底 嗖的一声 阿牙冲出的一瞬间仰起漫天沙尘 而后更是在垂直90度的城墙上狂奔不止 姑息之间 阿牙已经出现在那些守城士兵的身后 只听见砰砰两声 守城士兵的脑袋蓬得炸开 很快 城墙上燃起了熊熊火光 又过了几分钟 城门在阿牙近乎变态的臂力想缓缓打开 看到这一幕 军中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准备攻城 陈思明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咱们赢得这么轻松 阿姨娜来到大军之前 全军听令 一过去 全军再次爆发出惊人的喊声 整齐的军队很快冲进了城门 阿姨娜更是兴奋地骑着白马冲在大军的最前方 可很快她的笑容就将在脸上 面前的城镇中 却看不到一个活人的影子 阿姨娜思绪良久 却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看到的 就算是瘟疫爆发 城里也不至于如此安静 突然几道破空声告诉了她答案 自己身后的士兵接二连三地倒下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终于让阿姨娜清醒过来 很快轰隆隆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竟然是一个个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这时他们身后的男人突然开口 你们终于进来了 人为了拿下国王之位 进步西献祭无数士兵的生命 投入城门之中 可就当他率领大军攻入城中的时候 却发现两个威的声音 从始至终都不过是一场笑话 阿姨娜惶恐地看向不远处的那个老头 你是谁 男人沉沉的声音响起 松都城练气势 屡越真人 平道擅长的 正是操纵瘟疫之方术 与此同时 一号副本内 李天元此时正因为无法理解我的想法 挨声叹气 路过的士兵关心地看向他 大人你没事吧 李天元摇了摇头 我没事 快抓紧运送伤患吧 就在此时 身后突然想起诸葛杀的声音 李大人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想象你会怕 这瘟疫 所有病患身上有轻微的方术气息波动 所以我怀疑 听到这里 李天元不由瞪大了双眼 你的意思是说 这场瘟疫是人为造成的 诸葛杀点了点头 我猜测松都城军中 也许有精通瘟疫的方术高手 李天元心中一惊 若是按照我提出的那个计划 恐怕早已落入对方的陷阱之中 而他们的谈话 也被躲在帐篷后消掉了 此时他也是一副震惊 吴燕 原来你早就看穿了一切了 所以你刚刚独自在营中 才会做出那番转 此时三号不稳功 双方士兵早已拼杀在一起 阿依娜此时才终于 是说 是你让瘟疫在我们军中抱 这一切 本来就是你设计的 吕悦冷笑一声 所以你知道自己将尸体 投入城中的自以为是的妙计 是有多愚蠢了吗 阿依娜紧咬牙关 尸体上的瘟疫 对你们毫无威胁 你却故意将松都城 布置成死城模样 引诱我们上钩 吕悦居高临下地看向了他 看来你还不算太蠢 若不是遇到了我 你的聪明与恒暗 应当大有作为 阿依娜冷冷一笑 我还没有输 只要你死了 我就还有过剩的可能 阿依娜猛地抬头 手指吕悦 阿牙 给我干掉它 可等了半天 身后却迟迟没有传出动静 阿依娜疑惑地回头看去 却发现对自己 言听计从的阿牙 此时正探断了 无所在意 我打不过 一时间 阿依娜才能从那个男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势 阿依娜张了张嘴 恐惧终于战胜了一切 随后翻身 跳上阿牙的后盖 快带我离开这路 等到陈思明回过神使 却发现身边的圣女 早已不见踪路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城门之下 可城门却被抱有 同样想法的 士兵堵得水泄不住 你们这群废物 快点给我让开 我可是百夫长 让我先走 听到这里 阿依娜只向城墙 我们翻墙走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肩头 士兵们死死抓住他们的腿脚 圣女大人 我也想活着 救救我 看着士兵们的疯狂的母娘 阿依娜满是厌恶之死 你们的愿望 不是为我献出生命吗 让开退伍 用你们的身体去拖住那个道士 只要我还活着 就有翻盘的机会 不对 我们的愿望不是这个 我的愿望明明是回家成亲 骗了我 你对我使用了妖术 下一刻 阿依娜因为能力的反噬 开始气笑流血 就连阿牙也毫无留恋地 将她扔了下去 你骗了我们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妖女 和我们一起死吧 是一个同类相识的年代 可天真的女孩 却将这一切归咎于是 自己太不弱小 若我变得足够强大 这世间就不会有那么多可怜人了 与此同时 二号副本内 吴栋玄正不断用方术 救治着数不清的士兵 伴随着士兵脸上出现了笑容 吴栋玄却剧烈咳嗽起来 地旁的士兵不忍道 老大 不要再继续了 琐事再继续这样下去 你恐怕 吴栋玄擦去嘴角吐出的鲜血 我没事 下一秒 吴栋玄瞪大了双眼 在士兵惊异的眼神中 吴栋玄摇晃着身子站了起来 你说的对 不能再继续了 马上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紧接着 哨塔上响起了急切的警声 不远处 一个个乘骑着骏马的将士 正朝这里杀来 可突然 那些骑兵露出了惊恐神色 在他们的不远处 此刻却闪耀着无尽的雷霆之光 电流引起的刺耳声 宛如死神的号角 在他们的耳边吹响 伴随着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那恐惧也缓缓消失 你就是压制平道瘟疫的方术高手 老娘叫吴栋玄 准备帮我把这个名字传到地里去吧 无奈松都城练弃是吕越真人 不过你能压制住平道的瘟疫 还算有两把刷子 不过你居然用自己宝贵的方术之力 去救助那些骄傲 甚至染上的瘟疫 真是愚蠢 面对吕越的训斥 吴栋玄冷声道 那又如何 不过很快就有了一劳永逸的办法 杀了你 那些人就得救了 吕越忍不住笑了起来 吴栋玄 凭你的这份道心 老夫认可你了 作为回应 我会全力祭拜你 吴栋玄大喝一声 正由此 说完他的身上闪烁起刺眼的雷霆 下一刻 两股可怕的力量交织在一次 片刻后 吴栋玄猛地睁开双眼 吴栋玄心中闪过万般不敢 明明就差一点 该死的道士 很快他注意到自己手上散发的白光 难道是这东西在昏睡时宝动 一声讥讽声在他身后响起 你醒了 肯定被狠狠修理了一顿吧 哈哈哈哈 吴栋玄回头看了一眼阿依那不禁嘲弄的 看起来你似乎醒了很久 看来你似乎被淘汰的更快 阿依那面露冷色 你不也是被那个吕栋干掉的吗 吴栋玄辩解那是因为我染上瘟疫实力大击 若不然我必定搞死他 可很快他便醒悟过来 如果我出于保存实力的消毒 不去救治瘟疫士兵 吕栋可能根本不会给我单挑的技巧 无论如何选择 我都没有丝毫胜算 从一开始 我就输了 说着他突然回头看去 那家伙的综合战力明明顶不上了 为什么却比我坚持的更久 看着我时不时露出的变态效力 吴栋玄不禁暗道 这个看似无解的试炼 也许只有你能通过 李天元 人都在为了当一个好将军而努力 我却一反常态想着怎么才能把自己刀垮 可没成想我玩的这些骚操作 却让我成为了深受将士信赖的英雄 就在刚刚 为了让松都有更好的进攻机会 我下令全军撤退 直到我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河边 却迟迟没有等待松都的进攻 看着面前可怜的小乔 我忍不住大怒 松都那边还能再拉胯一点吗 我又是大张旗鼓的拔影 又是携带病人跑路 折腾了一整晚上 天都探马快亮了 你们怎么还不进攻 若是我真的带领大军撤倒的对岸 就再也不可能打出全军覆灭的惨败 我看着身后浩浩荡荡的军队 那股无名火却变得更神 给你们机会不中用啊 后方的李天元不禁猜测起我的用意 陛下想渡河后射斧 引诱敌人过河追击 然后等待敌人半度之时 给以迎头痛击 陛下坚持要带走这些士兵 也是为了作为诱敌的儿 如此一切都说得通了 看着他想了又想还点头的样子 我知道这家伙怕不是诱敌话 不过李天元还是察觉到了问题 军中地图虽标有桥通往对岸 却没料到 通往和对面的只是一条浮桥 于是他立刻向我请命 事不宜迟 趁着敌军追兵未到 陛下先行过河 进行安排布置 我特么一脸傻眼 你特么怕不是又误会了什么 我等着半天不就是在等追兵吗 随后我看向那座小桥 之前我就说过要撤岛河对岸 现在这样干站着也确实不是个事 可怎么样才能继续拖延时间呢 这时 一旁咳嗽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李天元再次朝我请命出发 我点了点头 装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这些患病的手足同胞尚未脱离险地 我如何能自己率先过河 李天元直接傻眼 陛下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不是应该把这些毫无战斗力的士兵 可以脱离险地 其余诸将列阵首桥 听到我的话 所有士兵都是一脸傻眼 眼泪不自觉地从那些士兵的眼角落下 一时间 那些士兵将我团团为主 由此主军 何患内忧 带大伙一起撤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现在又让我们先过河 我这条命 以后就是元帅的 那些没病的士兵此时也变得坚定无比 就算我之后病了也不会被抛弃 元帅和别人不一样 他真把我们当人看待 我心中闪过一万个草你吗 李天元也就算了 你们这些连名字都没有的NPC都在这里挠补什么 我是要带着你们输掉这场仗脸 可看到他们那副忠贞的眼神 我一时间又不忍心戳补 在我的命令下 一个个伤员率先朝河对岸走去 就在这时 马蹄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不禁回头望去 当看到不远处黑压压的军队 一股喜悦之感油然而生 终于来了 李天元便露苦涩 来不及了 于是他朝我大喊 情况有变 请元帅先过河 我冷着脸怒斥到他 你忘记我刚刚说的什么了吗 让病患先过 李天元沉默了片刻 冷声道 是展现你们忠诚的时候 随着他话音落下 几个士兵将我团团围住 元帅 得罪了 根本我只是把这里当作是一场游戏 可当我看到那些战士竟愿意为了我舍弃性命 我心中不由涌起一股别样的情绪 我徒厌 愿和重将士共进退 在那之前 为了让我这个主将活下来 两位士兵自发地来到我的面前 元帅 得罪了 喊着萧和阿沙的名字 快来救驾 然而我的呼喊却没有得到半点回应 这时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那两个蠢女人死哪去了 与此同时 萧和诸葛沙带着一批人马埋伏在密林之中 阿沙有些疑惑地看向萧 你说的伏击 靠不靠谱啊 萧不禁冷哼一声 我跟随徒厌的这段时间 早已摸清楚了他的套路 此人喜欢用钓鱼的手法玩弄对手的心态 这次也不例外 阿沙深以为义地点了点头 你当初就是被吊的那个 被戳穿后 萧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他这次大张旗鼓带瘟疫士兵撤退 就是想引松都军前来追击 然后伏击对方 既然陛下已经要伏击对方 我们多此一举来这里埋伏做什么 涂叶挑选的伏击处 必然是前方能容纳更多士兵的战场 而我们要做的 则是在这里充当骑兵 与涂叶的伏击前后呼应 我们先放松都军通过这条狭窄山道 然后从他们身后发起突袭 而他们在加速行军的慌乱情况下 在遇到前方涂叶设置的伏兵 首尾皆有敌人 必定立刻崩溃 到时候我们就只管杀的痛快 肯定能为大前立下武艺 就在这时 一只信鸽飞到了诸葛沙的耳边 看着诸葛沙有些慌乱的表情 笑疑惑地问他怎么了 就在刚才 大批松都骑兵从离此处 一里开外的一条大路上 朝着江边几尺 也就是说 咱们选的埋伏地点错 另一边 铁骑的践踏声越来越近 整个大地都为之沉苦 看到这一幕 李天元面色大变 来不及了 这样下去 大部分人都无法过河了 一众士兵见此一幕 自发地将我拦在身后 掩护袁帅先走 您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 听到这话我十分地不爽 不过是一群NPC罢了 一个个的难道听不懂我的命令吗 都给我过河 然而那些士兵眼神坚定 丝毫没有听令的打算 我不甘心地大喊道 难道你们要违抗军令吗 听到我的声音 那些士兵的脸上 闪过一丝决然 齐声呐喊道 请元帅先走 那声音掩盖了铁骑的声音 深深刺入我的心脏 我用力甩掉了 抓着我士兵的手 够了 李天元看着我走向独木桥 顿时安心了不少 陛下 你就安心后撤 由我来阻挡敌军 下一刻 李天元的表情将在脸上 只见我猛地抽出腰间长剑 忽然展现了那唯一的逃适期 此举瞬间震惊了在场中的 看着那座被我毁掉的小桥 我心中暗叹 一开始我只想完成败国任务 但慢慢的有什么东西变 明明只是NPC 等我回到现代便在无交集 但我发现我做不到拿人命 当成我完成任务的成本 于是我朝重将士高喊 重将既然都不愿寻火 那是否愿意随我一起赴死 向死而生 令我是最没有帝王之姿的家伙 却成为了重将士心中的明灯 甚至为了保护我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 我来到那唯一的逃生出路 毅然决然地拔剑斩断 很多的骑兵已经不足百米 而他们收到的唯一指令是 趁着敌军逃窜 士气低迷 将其尽数斩杀 然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事 由徒叶所带领的长枪森林 看到这一幕 骑兵的脸上闪过一抹金举 可还不等他做出反 长枪就已经刺穿了他的头额 一时间 漫天的鲜血如雨点般洒向大地 尽管知道自己怎么会生死 那些将士们仍旧不要命地通上前去 震天的杀声将那些震撼了敌军的心灵 鲜血洒在我的脸上 这一刻 我不知做何反 那些士兵为什么如此疯狂 李天元同样面露惊惊 我还是格局太小了 什么社服 什么半度出击 统统只是地利的竞技 面对骑兵的冲锋 陛下居然亲自以身犯行 想要激发的正是众人心中 后面的松都的将领一脸惊惚 看向面前 眼前的一幕 是他从未在战场上见到过的 士气 对方如果是追杀逃窜之地 我方自然是必败无疑 但如今我方背水一斩 就算是染疫士兵 只要士气高昂也能牵制对方 何况我方人数占优 这便是人和 就算在精锐的骑兵 也将如同深陷弥潭道 这些瘟疫士兵自知必死 却被陛下利用背水绝强 反而激发出他们的斗志 这就是帝王的气量吗 可面对这必胜的局面 我不禁自语 我到底是在干嘛呀 我明明不想赢的 这次 我偏偏有种期待 就在这时 肖带领着剩余的部队 来到了松都军的后方 当看到当下局势的时候 肖不由的一惊 同时他也发现了 藏在后方的松都首领 就当他准备出手 突袭他们的时候 却被诸葛杀拦了下来 肖不解的喊道 徒也没有如我所料选择伏击 这种正面阵地战 我方支撑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尽快冲击 本阵制造变数 可我感觉到 对方本阵中那个方式很强 再加上他身边兵力远多于我 我们现在冲过去就是送死 肖的眼神变得锐益 你怕了 不 你看看现在前方的战组 陛下统帅的部队没那么脆弱 我相信他 肖看向了那些英勇的将士 突然明白过来 没想到看似玩世不攻的你 竟然能想出这样的计则 现在我也只有好好配合 诸葛杀 你说的对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等到那个方式忍耐不住 把身边最后兵力投入战场时 就是我们的机会 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部队 所到之处皆是横式便宜 可今天他们却遇到了 生平最可怕的噩梦 那些士兵将生死置之度外 唯一的念头 只有不断的挥剑杀敌 这样的意志 也让松都大军感到无比恐惧 甚至用高昂的声音将他们逼退 然而周围的同伴却一个个倒下 一时间 那些士兵只感觉自己 似乎不再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士兵 而是一个陷入血掌泥潭的普通人 随着倒下的松都军越来越多 还未参战的士兵都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 眼见士气凌进崩溃的边缘 将军扭头朝身后的士兵大喊 撤退 留出空间准备第二轮冲锋 很快将军就发现 所谓的退路早就被一群士兵拦截 将军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完了 忽然一道高昂的声音从那支军队里传出 染病的兄弟可都在拼命 可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的风头 给我杀 杀光这些狗费 那气势滔天的杀意 让那将军最后的侥幸彻底潇散 为什么 难道刚刚和我们战斗了 是一群感染瘟疫的士兵吗 明明是一支冰死的部队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坚韧 难道是那个躲在后方 拿你们当炮灰的 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道寒光映射在他的脸上 随着咔嚓的声音响起 那将军也彻底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 此时我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去探马的失恋 去探马的输赢 老子今天只想杀个痛快 而我的武力值也在此刻展现了出来 是高达95的恐怖实力 我高举手中常见 弟兄 随我上阵杀敌 而我们的目标 正是松都的最高领袖吕跃真人 看到杀来的大军 吕跃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也就是这时 躲在暗处的萧突然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我们上 时间沉浸了一瞬 吕跃迟迟没有发话 居然能逼我动用最后的精弊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不过 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刻 一股难鸣的气势 冲他身后的部队散发出来 身为一军领袖 居然亲自上场 平道可不会做这种蠢事 随着他伸手一挥 钢铁般坚韧的铁器冲了出去 哪怕遇到前军溃败的最坏情况 凭借平道一身方式 也能够安然退回松渡城 继续坚守 就在这时 吕跃惊恐地朝身后看去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军队 萧朝着诸葛杀大汗 你去支援徒业 他由我来斩杀 很快 他就看清楚了那只骑兵身上的龟族 是牧阳军 吕跃牙子欲裂 奸贼 一心只想搞砸一切覆灭自己的帝国 可我的那些将士们却甘愿为我赴死 扫青挡在我面前的一切阻碍 看着从后方杀过来的士兵 吕跃的心瞬间沉至谷底 为什么还有一支部队 该死的奸贼 而身为主将的王 此刻正拼杀在战场的最前方奋勇杀敌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杀光那些阻碍我的家伙 在不知过了多久后 一支不知从何而来的铁骑大军正朝我杀了 时刻注意我的李天元也发现了这一幕 不好 万一陛下被刺伤的话 忽然间 那面印有吕字的军旗轰然破碎 诸葛杀扬起 木军大旗拦下了那支铁骑 突然的一边让李天元脑子僵硬了一下 紧接着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在大军中响起 松都主将已经被杀 投降者苛免一死 那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天地 一个个松都士兵停了下来 死死的看向后方的帅气 木之所及却只剩下木军的战气 就在这时 一只马蹄将他踏在身下 原本杀气腾腾的骑兵溃散成一团 都别挡着我 快逃啊 松都军失去战役 军心涣散 骑兵发生重大踩踏 然后牧阳军趁胜追击 大获全胜 吕月呆呆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我明明还没有死 削开口打断了他 你死没死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接着他亮起锐利的弯道 你败了 听到自己的失败 吕月突然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一道道裂痕在他的脸上出现 是我输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突然高喊 没想到你们的计策黄帆相扣 真是精彩绝伦 大胜后 李天元无比兴奋地跑到我的面前 笑和阿沙的伏击果然也是你的安排 从撤军开始 背水一战 擒贼擒王 堪称经典 我十分无语地看着他 你到底在脑补什么呀 李天元面露严肃 微臣明白 以陛下和微臣现有的信任程度 这种机密不便预先告知微臣 不过微臣今后会更加努力 我十分无语地朝军营走去 可突然 我突然觉察到身体的异样 自己的双手竟颤抖了不停 我回头看向了四周 只见那些活下来的士兵大 与元帅万岁 我们可以回家了 看着他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心中顿时涌出一股莫名的情绪 果然还是赢了马 所有人都想通过副本的考验成为新王 只有我八部的倒杂试炼想要放弃王位 可偏偏因为我做死的操作 不仅成功通过了系统的考验 还得到了所有将士的认可 恍惚之间 我已经从战场回到了试炼之地 机械的声音突然响起 统兵评价 生死不弃 上下同欲 三军服威 士族用命 上等 用兵评价 急如风 徐如灵 侵略如火 无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阵 上等 立之考 轰过 综合评价夺天下之大台 无动玄无比吃惊地看向了我 你居然赢了 阿依娜也跑到我的面前 那个臭道士呢 我呆呆地看向阿依娜 道士 刚刚的副本里还有道士吗 消止了指自己 那个道士在我的面前自爆 无动玄惊喜地看向了我 在我看来这个试炼明明是无解 你到底是如何破绝的 听到他的话 我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要是我说我从一开始 就是抱着毕书的想法去做 结果却莫名其妙赢了 会不会太壮了 就在这时 机械般的声音再次响起 帝王试炼 最终考试 直直考开启 下一刻 我的视线被枯束的树枝占据 而我所在的地方 似乎是一座城楼 我高喊着李天元他们的名字 却并未得到半点回应 我走到城墙边朝下看去 难道这次换成守城了 可从智之考的名字来看 这次应该和智国有关 可当我看到下方的场景 整个人却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只见城楼的下方 是密密麻麻 看不到边境的人影 而他们口中高喊着他 是 那些人宛若风魔一般 不断朝城门大喊 救救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想活下去 绝望的气息 不断从城楼下蔓延上来 我心中充满了恐惧 难道这次的考验 是拯救这些灾民 与此同时 我这里的画面 也传回了李天元他们的影 诸葛沙求助地看向李天元 如果是您 您又会怎么做 可李天元的话 无疑让他更加绝望 救不了 完全救不了 都去死吧 西荒无法拯救 灾民所过之处 大地竟是光秃秃的仓皇一片 老鼠 树皮 蚯蚁 草根 甚至是松软的泥土 都会被他们吃干母精 穷人要么饿死 要么被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死 有钱人也什么也买不到 只会被沉重的财物拖累 或成为强盗的目标 没有足够的食物 任何人都是死路一条 然而饥荒本身还不是最恐怖 最恐怖的是 那些无法忍受饥饿的人 将目标当作人 与此同时 恐怖的一幕在画面中出现 曾经的回忆 突然出现在李天元的脑海 一时间 强烈的呕吐感翻涌上来 明明想放弃 唾手可得的王位回到地球 可我一系列的做死操作 却让我距离王位越来越紧 不仅得到了所有将士的认可 还连续闯过两关 成为了最有可能 得到国王宝藏的男人 而我现在身处最后一道试炼 只要闯过就能成为国王 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 却是最可怕的考验 饥荒 李天元看着试炼中 匿密麻麻的灾民 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饶势对于他这种 智力点满的谋士 都是无从下手 一旁的吴动玄 十分赞同他的话 不过我认为这场试炼 应该远不止这么简单 萧冷哼一声 简单 与上一场试炼相比 根本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天元沉沉道 他说的没错 别忘了上一场试炼里 那个叫吕月的道士 一开始根本没出现的他 才是试炼绕不开的难点 所以这次试炼 应该也存在类似的存在 说到此 吴动玄说话的声音 都带着颤音 那个存在 会比眼前的饥荒更加可怕 另一边 我来到城中 一个宦官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朝我了 正史大人 这次来临郡饥荒 流鸣聚集 朝廷派咱俩前来震灾 大人可有什么高见 我陪笑着说不敢 下官没有高见 一切听大人吩咐 贾如是得意大笑 我不过是一个后宫阉人 这次受太后信任担任震灾副使 哪里当得起大人的称呼 我立马拱手朝他拍起了马屁 贾如大人谦虚了 贾如是纠正了我的话 我叫贾如是 恰逢他六十大寿吗 咱们做奴才的 自然要为太后分忧了 我心中暗骂 谁TMD是奴才 不过我也从他的话中 捕捉到了这次失恋的目标 于是我试探开口 我们要在一个月内 平定这场饥荒 难度略大呀 谁知他听到后 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要平定饥荒 大人不是在说笑吧 这些灾民安置在哪 耗费的人力物力又是多少 国库也不充裕啊 我这才意识到 似乎是我猜错了 假如是诱导 鸡民没断气就行了 朝廷要考虑的可就多了 所以我们只要在太后大受之遇 保证鸡民不闹出乱 听到这话 我心中不由的遗产 居然还能这么晚 这里马比我还要昏君啊 假如是见我不予继续的 太后倒是拨了些赈灾款 用他们向城中粮商购粮 再加上官仓的余粮 省着点派发 足够城外那些灾民吃一个月了 到时候灾民对太后感恩待着 太后一高兴 给咱哥俩升官 那些赈灾款 也不用全给灾民们浪费了 咱俩趁机小赚一笔 如何 我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一字一句道 那灾民们怎么办 假如是再次大笑起来 咱们只管圈前走人 他们是死是活 跟咱有什么关系 以后出了乱子 自有其他人卑驳 毕竟 咱们奉太后旨意办事 可就是太后的人 她的笑声宛如恶魔的低语 不断在我耳边回来 我声音冷冽 去你麻的 我不玩了 身为朝廷亲赐的赈灾粮官 却在饥荒来临前大肆涨价 什么狗屁穷人 统统给我饿死 原本这一切 本就是虚假的考验 若是我再次通过 我就彻底失去了 回去原本世界的机会 面对宦官给出的赈灾粮策 我突然大笑不止 哈哈哈哈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这个世界真是一坨狗屎 从来没有改变过 老子其实一直在骗自己 喝不到肥宅快乐水 玩不到王者农药 刷不了沙雕饰品 这些很痛苦吗 是的 这很痛苦 但是这些都不是 我讨厌这里的根源 一个野蛮的原始社会 到处是丛林法队 勾心斗角 上位者哥哥是阴谋家 普通人全特么是炮灰和耗材 这种日子 我忍不了了 再让我当皇帝 我恐怕也要精神不正常了 我要搞砸这场试炼 说完这些 我猛的回头看向贾如是 身为NPC 你的屁话太多了 说完我猛的抓过他的手 无比熟练的踏步 扭腰 缺屁股 贾如是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和地板来了的亲密接触 我无比癫狂的朝天大喊道 派粮 我派你马 老子不仅不派 老子还要高价收粮 直接告诉灾民 朝廷压根没想管你们 要粮就去抢吧 既然早晚都要饿死 就被TMD被希望吊了 被我摔出去的贾如是 刚刚清醒就听到我 大逆不道的发言 立马转头朝我大骂道 你特娘的是不是疯了 我咧嘴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是疯了 你能闹我怎么样 贾如是又接着骂道 想要捞钱可以 但你这样大张旗鼓地作死 在太后大受之妻闹起鸣便 千万不要拉上我 我上去一脚踹在她的脸上 我C你马 我就是要激起鸣便怎么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但现在 你要知道 老子裁他妈是正事 说完我又狠狠踩了他两下 听到声音的侍卫立马冲了进来 大人我们刚刚听到动静 是出什么事了吗 不等贾如是求救 我就掀他一步开口 贾如是大人疯了 送他去休息 贾如是直接猛逼 顿时气得面红耳赤 大骂道 你个狗娘养的 你才疯了 都他妈给我放开 我叮嘱侍卫 贾大人病情很重 一定要严加赵卡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放他外容 试炼外看到这一幕的吴栋玄 直接傻眼 这贾如是虽然可恨 但其他按照他说的作 灾民还有一个月的口感 但李天元为了和他斗气 致灾民生死不步 这行为属实不妥 谁知真正的李天元看到我的做法 却也是大笑起来 出现了出现了 就是这个 陛下的思考领域 每当他做出类似反直觉的行为 就代表着 接下来神一般逆转局势的 连锁布置即将开始 来吧 就让我好好看看 陛下是怎么样逆转局面的 与此同时 随着我的法令下拉 城外的灾民彻底废调 来临官府涨价五成够粮 有多少收多少 任何人不得私现在粮商 都把粮运去官府 更舍不得卖给灾民了 豪难代的钱本就不多 还想得到来临城换点的行事 这下惨了 那个钦差正事 是不给我们活路啊 狗官 让我碰见 我要手热了他 而在城内 却是与之相反的赞赏声 原本以为 钦差大人会抢争咱们粮食赈灾 我都想好藏粮的对策了 没想到他来这一出 我看这大人是个民事里的 他涨价把粮食统一收起来 摆明了是要和咱们一起发财啊 不过吃相这么难看 愿意公开做恶人的官 还真是少见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路上被那些灾民劫持该如何 他话刚说完 另一人就立马大叫 怕什么 那些病秧子都快饿死了 还抢得动个毛 多花点钱请点护卫就行 最后卖粮的钱肯定大赚 身为朝廷亲赐的赈灾玉士 却带头宣布一斤粮食一两黄金 灾民们收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炸开了波 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裤兜子掏空了都没有一文铜码 他这不就是想活活饿死我们吗 府邸内 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要心软 我只不过是想回家而已 我有什么错 而且那些灾民 他们都是NPC 都是假的 你没有害死任何人 结束这个试炼 这个世界也就消失了 这是最好的结果 就在这时 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侍卫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 大人 假大人趁着夜幕逃走了 听到这话我瞬间想到了无数种可能 他这是准备去告知太后 我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把他抓回来 就这样 原本紧闭的城门突然打开 我带着侍卫一人从城中冲了走去 我下意识看向了周围的荒民 只见他们一个个受捕灵雪 眼球突出 更有的连一些赶路的马匹 都被他们生吃活剥 城外就好像是那尸陀岭一般 像极了人间炼狱 感受到那些人们贪婪的目光 侍卫绷不住大喊 大人 我们回去吧 可我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四处扫视着 此时我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动靠 这些人因为我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 我真的没做错吗 很快我重新坚定下来 我没错 他们只是NPC而已 我不断告诉自己 我不愧疚 也不后悔 就在这时 几个荒民拦在了我的必经之路 侍卫朝他们喊道 赶紧滚开 兄弟二人陪笑着摆手 我们没有恶意 说完那人掏出一串铜钱 你们是刚从城里出来的吧 我想和你们换些食物 我叫小五 身边这个是我的哥哥大五 现在粮食涨价了 可是我们手里的银钱不够 队伍里有不少孩子 要是再没粮食的话 他们都会死的 他的话深深刺动了我的心 最终我还是心软了下来 并让侍卫将粮食全部丢给他们 侍卫对我的做法感到不解 但还是听从我的吩咐如实赵所 这下那些孩子就有救了 说着小五将铜钱递了过来 我们身上就这么躲 我告诉他们不必了 就当我借给你们了 小五朝我到了生谢 不过我们到时候该如何还给你们了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侍卫突然将我打断 手指一边 公子 快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正是悄悄逃走的贾如是 我果断下马 他在人群里 我们下马追 贾如是看到我们后果断奔逃 而我则是和侍卫在后面狂追不止 就当我马上要追到贾如是的时候 贾如是心中大感不妙 旋即朝身后的灾民们大喊道 他是朝廷派来的赈灾钦差 提高梁架的命名 就是这小子下的 对数以亿万的灾民投来的杀意 我面色倘然丝毫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 不仅主动承认自己就是他们口中的狗官 就连那道想要让你们饿死的命令 也是我下达的 原来在贾如是为了逃脱追捕 朝灾民大喊 这人就是那个让你们吃不上饭的狗官 他突如其来的反扑也让我愣在当场 一道沙哑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原来那个狗官就是你啊 狗官你是想把我们都饿死吗 梁架本就高得离谱 大荒之年反倒长得更高 一时间 乌言碎语不断从那些灾民的口中传出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吃了它 那些灾民便疯了试地朝我扑来 可就在这时 一道喊声却阻止了他们 小五和大五之身挡在我的身前 我知道大家都很饿 但请先听我说两句 可灾民们却越发地愤怒 胳膊肘居然往外拐 居然帮着狗官说话 小五直接抛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们见过有狗官自己跑到难民堆的吗 那不是自己做死吗 听到这话 我有些心虚地低下了脑袋 我就是个喜欢做死的人 火不其然 众人在听到小五的话 对我狗官的身份也产生了几分怀疑 然而却有一人大步来到小五面前 滚开 不然我把你们和那狗官一起剁碎扔锅里 小五赶忙劝他冷静 大家都饿着肚子了 再受伤的话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注意到小五身后的两名壮汉 那几个挑事的家伙都是一脸惊恐 最终领头之人冷哼一声 暗骂一声便信心离开 这时我突然感觉有人握住了我的手 一个女童正眼巴巴地看着我 大哥哥 谢谢你的粮食 小五也跟着拿出了我刚刚给他们的粮食 大家看看这个 他们把全部的粮食都给了我 你们说 这样的人真的会是狗官吗 刚才跑过去尖声细语的家伙 不是娘炮就肯定是个太监 他才更像的贪官吧 接着他突然搭上我的肩膀 并为我开脱道 你肯定是从城中追杀狗官到城外的侠客 对不对 面对他那副充满自信的眼神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你的分析简直是狗屁不通啊 什么侠客追着朝廷令官屁股卡 还砍到城外啊 而且我现在的动机一点都不侠客 想到此 我不禁惭愧地低下了脑袋 女童摇晃着我的手臂 我大哥看人可准了 他说的大家都会听 我知道只要我点头 现在的危机肯定能糊弄过去 可我没没有这样 而是主动承认 粮食涨价的命令就是我下的 因为赈灾两款就不了几个人 此话一出 女童的眼神也跟着失去了光芒 小五僵硬地转过脑袋 这就是你让大家都饿肚子的理由吗 原本平静下来的灾民再次爆发 还和他费什么话 我们直接 可他还没说完 就听到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越来越紧 一众灾民都下意识朝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行商队带着足够他们吃饱喝毒的口粮 从城中走出 灾民们眼光发指 粮食 是粮食 突然一道声音将他们拉回了现实 别看了 这粮不是给你运的 你的钱根本不够买 或者说 你敢为了一口饭拼命 男人眼中的贪欲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粮商从他们的眼前走 而我的侍从也在此时爆发救命 不等他声音发出 就被我单手捂住 闭嘴 身为朝廷的赈灾粮官 却没有一分钱赈灾粮款 可我却自信满满地告诉那些灾民 只要跟着我就一定能吃饱饭 不久之前 我因为自爆狗官的身份遭到了灾民的恶意 就连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 我也亲自将其阻断 我声音中透着坚定 别出声 我有办法处理 等到疫情粮商消失在城楼之中 灾民们再次将凶恶的目光投递了过来 面对他们吃人的目光 我一步走到他们的面前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不断有粮商运粮进程 城内已经不再是缺粮的状态 灾民生死力竭地喊道 这有什么用 我们根本买不起 该死的狗官 我十分认同地点头 我是该死 我涨高粮价 想要逼你们采取激进的行动 让你们得到粮食 因为赈灾款本就就不活你了 但刚刚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虽然不是百分百把握 但有机会让你们每个人都吃饱饭 只不过 我得先回来凌晨 还需要你们配合 听到我的话 众人陷入沉静 紧接着人群中便响起愤怒的吼声 狗官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别和他废话 杀了他 面临这样的绝境 我没有辩解 也没有解释 仅仅只是沉默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大五来到我的面前 他愤怒地抓起我的衣领 声嘶力竭地喊道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你有什么可以向我们这些灾民保证的资格 你一到命令就决定千百人生死分 又有什么理由对我们信守承诺 我同样朝他喊道 我没有保证 我能给你们的就只有两个选择了 要么 你们挟持我 逼迫他们开城门 然后上万灾民杀进城区 杀入我的宅邸 拿走那的一切 成为暴民 虽然就算你们那么做了 我也毫不在意 要么就相信我能救你们所有人 相信我是真心要帮你们 大五被我的话深深震撼 久久说不出一句可以反驳的话 就在这时 女童再次来到我的身边 我觉得 大哥哥没有骗我 我相信他 听到妹妹的话 大五重重呼出一口气 扭头看向了一众灾民 你们觉得呢 是相信他一次 还是干脆成为杀人越货的暴民 百姓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烧杀抢掠的力气我可没有 反正也没别的办法 姑且信他一回 我擦去了额头的冷汗 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大五再次开口 我也相信你 但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 而是因为你的眼神 所以我姑且在你身上赌一把 小五跑到我的面前 我三单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大哥 居然说了这么多话 那我也相信你 女童兴奋的朝我喊道 我是第一个选择相信你都 就这样 一个个百姓也跟着站在我的身边 谁也不准碰他 不然就是和我为敌 一道道声音在我耳边悬绕 吃不到粮食就吃你小子 哈哈哈哈 大米白面吃你了 给老子多来点酒肉 可别让我等酒了 周围的树皮我都很干净了 面对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心中涌起一股别样的感觉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 就这样 我在两兄弟的护送下回到了城内 并商量好了接下来的对手 一路上 我不断回想着自己曾经学过的知识 就让我来用五千年积累的经济学 来改变这个腐朽的世界吧 只是动用了一点股票知识 就对这些愚蠢的古代人造成了降维打击 不久之前 我承诺让城外的灾民每个人都有饭吃 可我在重返城内后非但没有带头降价 反而开出了比以往更高的价格大肆收粮 而我的这一操作 瞬间将方圆千里城池的粮商都吸引过来 就当他们以为自己自行会赚得碰面钵满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城中贴满暂停收粮的告示 这也让一众粮商傻了眼 看着那群蠢蛋 我冷笑出声 好戏可在后面了 没过多久 我府外的大门便被那些商人堵住 大人 你怎么出而反而 不是说有多少收多少 可现在 我堆积大批鱼粮却卖不出去 你要是再不收粮 光是车马费就能把我们耗死 我一拍脑袋做出一副痛苦的独样 本官也很难做 本想边收边建起粮仓 没想到粮食来的速度这么快 明明在闹饥谎 我还以为周边没什么粮食 不过各位不要着急 我已经下令建造新的粮仓了 只不过这个建造的时间有点长就是 而且最近好像还会下雨 所以公期就 听闻此话 那些商人瞬间炸开了锅 要是下雨的话 粮食会发霉的 还要想办法处粮 那岂不是底库都要赔光 我同样做出一副死定了的样子大叫头 是啊 这可怎么办了 除非直接卖给灾民 说着我眼中的聚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冰寒的毛子 听到我的话 众人眼神死死的盯着我 又过了几天 城内果然乌云密布 一场颇天大雨紧搁而止 那些粮商聚在一起 此时他们再啥也明白自己似乎被玩了 可立马有人提出质疑 可他的手里还有一堆粮食呢 可我听说 有人在偷偷卖粮啊 而且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三成 另一人也立马硬打 我也听说了 而且还有人声称粮食的价格还会减 说到此 几人都不禁感到愤怒 到底是那个天杀的和我们做对 想不明白的几人再次找到了 希望我可以找出这只害群之难 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承认 那个降价卖粮搞坏市场的混蛋就说 粮商不解的朝我大吼 大人 你探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听这话我瞬间黑了脸 你再叫我做事啊 本官怎么做需要和你们汇报吗 看着他们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又继续道 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 下雨也让本官的粮食发霉了 所以就干脆先卖掉了一些 可他们却忍着不买 逼我降价 而且 我也可以按照原价的三成卖给你们 怎么样 你们收购了我的粮 算一算也是赚的呀 听到我的话 粮商大惊失色 大人您别开玩笑了 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啊 再说就算我们买了 那些粮食也会烂在手里啊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随即转身挥手离开 既然这样那就没得聊了 我回头冷笑地看向后方 我就不信你们这还能忍得住 原来就在几天前 我就一直偷偷送给五十兄弟一些粮食 随后两兄弟声称粮食是从城内购入 并且还在走低 这也让他们在灾民中树立起了威信 两兄弟声称只要耐心等待粮价就会降下来 灾民们靠着涂液偷偷输送出来的粮食勉强支撑 并不断给粮商们带来压力 粮商们虽然知道有人在偷偷往外运粮 但却毫无办法 逐渐开始沉不住气 此时小五一把搂过我的肩膀 可真有你的 那些粮商被你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我呵呵一笑 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 只是股市接盘侠当多了而已 大五直接忽略了我口中那些奇怪的词汇 好奇地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眼神充满细血 等着就行 等到那行粮商撑不住了 等到他们被猜疑链捆到窒息 最后不得不卖肉回血 一旦有人开了这个口 粮商就会陷入恐慌性抛售 到时候粮食不但要跌破三成 恐怕还能到两成 一成 那才是真正朝廷震灾营入场抄底的时机 两兄弟虽然听不懂我的操作 但还是忍不住开始鼓掌 那之后 一切也如同我的预料 粮商渐渐扛不住压力 抛售粮食 随后便是粮价的持续走低 而我得是大肆收购粮食 同时在城外设立粥铺开始震灾 等那些粮商们看清我目的是红 也已经为时已晚 密境外 李天元狂笑不止 原来是这样 先反其道而行 故意涨粮价 利用粮商心中的贪婪引诱他们上钩 然后借助天时地利 让他们手握重粮却只能困动不成 最后调动他们的人形 逼其主动接受降价犯粮 吴栋玄不仅感叹 粮食从来都不缺 只是被握在那些畜生手里 李天元这几步棋走得不错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只不过 目前只解决了短期问题 灾民之患 根源尚未解决 李天元瞬间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也僵在原地 只有萧还没反应过来 傻傻地询问根源是什么 文言吴栋玄陷入沉默之中 当上万的灾民吃饱了肚子 便不会再满足现状 而是会将目标放在更大的地方